福建海警刚当查获一艘走私船 警方当场击毙六名持枪的犯罪分子 并在船上搜出几个大袋子 但等他们打开袋子的时候 却被吓了一跳 走私人民币他们还是头一次遇到 除非这些全是假钞 随后 这些假钞就移交给了斯明岛市公安局 经过技术比对之后 技术员得出一个邪门的结果 听了技术员的话 刑警队长当场表示质疑 如果这两千万都是真的 对方没必要通过走私这种方式 谁会闲得没事干 拼死六条人命去走私人民币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 这些钱全是假的 于是局长决定联系银行方面的专家 来协助处理此案 通过对走私者尸体的尸检 发现对方身上有多处老枪伤 脚底有后检 说明对方就是附近渔村 长期从事海上走私活动的渔民 随后 萧雷在勘察走私船时 突然发现船上用的绳结非常奇怪 因为萧雷从小在海边长大 对各个渔村的习惯非常清楚 这种绳结的打法 是附近茶湾村特有的方式 果不其然 警方很快就在茶湾村查到了死者信息 对方是个走私惯犯 曾因走私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但也仅此而已 随后 警方提审了走私船上的唯一幸存者 但不管警方怎么问 对方愣是一句话不说 刑警队长萧雷走到对方身边 先是趴在对方头上闻了闻 然后就神奇地在对方手臂上 发现了十几个针孔 难道这些瘾君子身上 还有什么特殊气味吗 没过多久 走私犯的毒瘾就犯了 警方立即让医生给他注射了镇定剂 缓过进来的走私犯刚开始还不想说 可看到萧雷要拿走镇定剂时 立马就交代了一切 并且在这之前已经走私进来两批 接获人名叫刘正刚 随后警方来到茶湾村 但却没有找到这个刘正刚 市长一听这话 立马让刑警队拿出方案 必须尽快将所有假钞找到 否则一旦假钞流出 对整个经济市场都是致命的 甚至可能让我们的经济直接崩溃 于是省厅的程处长提出了一个方案 我认为抓人倒是去刺 当务之急是要控制假币的流通 封锁整个城市的经济流通 势必会让整座城市陷入瘫痪 这个责任谁也无法承担 市委必须要研究之后才能做出决定 其实程处长在来斯明岛市之前 就已经得到了这个案子的线索 并安排女特警邵敬然去斯明岛市的保龙公司 坐卧底 邵敬然出身于军人世家 他曾经就读于北京外博语学院 大学毕业后 又被中国公安大学秘密录取 这件事就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 所以除了极少数警方的高层之外 他对外的身份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 随后 邵敬然就回到了斯明岛市 在和闺蜜喝茶时 邵敬然遇到了一个 即将和他发生点故事的男人 我想换点钱 这是港币 一千块 你换我九百就可以 老板以为男人的钱是假的 连忙将他赶走 但就在男人经过邵敬然他们身边时 闺蜜却突然拉住男人 换钱吗 换 八百 二十年前的港币可是比人民币值钱的 一千换八百那是肯定要吃亏的 但男人急需人民币 于是就同意了闺蜜的要求 可对面的邵敬然却有点看不下去 连忙追上男人 可就在邵敬然的手搭上男人的肩膀时 男人不自觉地反手抓住了邵敬然的手 双方的反应让两人都愣了一下 刚才我朋友跟你开玩笑 少跟你聊百块钱 您别在意 男人第一次见到这么耿直的女孩 于是就不由地多看了几眼 随后男人就来到了 香港中世集团旗下的宝龙公司 并找到了宝龙公司的法律顾问李永顺 男人说自己名叫江城 是香港的王灵基律师介绍他来的 李永顺一看对方是自己的香港老乡 又是师兄介绍的 李永顺连忙给他安排好住处 但他想来宝龙公司上班 还要一个名叫六叔的人点头才行 与此同时 邵竟然也回到了斯明岛的家 因为邵竟然这次的任务属于绝命 所以跟父亲匆匆见了一面之后 就独自拿着行李来到了小旅馆 邵竟然将自己的证件收起来之后 又将枪藏到了小腿的枪套里 随后邵竟然独自来到了一处麻将馆 而他接下来要见的人也是六叔 现在我这儿干几天试试 我这儿正确认 为了能成功打入宝龙公司 邵竟然只能先当起了宝门 可令邵竟然没想到的是 那个找他换港币的男人也来到六叔这里 这个男人名叫江绍威 是香港的一名祭司警察 但因为卷入一笔假钞案被人陷害 为了洗清冤屈 江绍威化名江城 托人想要进入宝龙公司 但没想还要经过这个老头的同意 六叔看着身体不太好 但看似浑浊的眼睛 却仿佛能洞穿一切 看着江绍威的简历 老头开始试探起来 听了江绍威的话后 简历突然从六叔的手中掉到地上 江绍威立马低头去捡 可六叔却突然抓住了他的手 你可不只是会嘲嘲斜斜的呀 六叔的话 让江绍威微微一愣 但他马上就镇定下来 表示自己原来在香港九龙 跟着一个名叫鸡哥的人混过社会 阿鸡啊 六叔随后就问起阿鸡的一些基本信息 可那只手怎么样了 手怪手 那手没坏啊 江绍威明白这老头在故意试探他 而他在香港的时候 确实认识这个阿鸡 并非常熟悉 否则说不定还真会露血 就在六叔还要试探时 躲在外面听墙根的邵敬然 忽然端着茶水出现 六叔不得不停止了试探 老头子沉思半天之后 还是拒绝了李永顺和江绍威的请求 等他们刚一走 六叔将邵敬然叫了进来 问他怎么看待这个江城 邵敬然表示自己跟他并不熟 但人看着挺精明 听了邵敬然的话后 老头子突然改了主意 决定让江城进入保宫公司 并让邵敬然去跟李永顺说一声 邵敬然连忙叫住即将离开的两人 六叔让我告诉你说 他可以到公司试用 听了邵敬然的话后 江绍威连忙表示感谢 并想要请邵敬然去喝茶 但却被邵敬然以天色太晚为理由给拒绝了 可等江绍威离开之后 邵敬然却又悄悄跟了上去 但邵敬然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一个男孩看在眼中 男孩随后就将他们的谈话告诉了六叔 六叔问男孩有没有感觉到杀气 与此同时 回到旅馆的江绍威突然从电视中 看到中市集团董事长钟美玲来到斯明岛 江绍威连忙拿出本子记录下来 然后让旅馆老板娘的女儿带自己去网吧 而躲在角落中的邵敬然也连忙跟了上去 江绍威来到网吧之后 按照本子上记录的网址输了进去 但网页却打不开 许家文虽然学习不咋地 但却精通电脑 他表示这是一个加密的私人网站 在网吧这种地方是登陆不进去的 随后江绍威两人离开网吧 躲在一旁的邵敬然走到江绍威用过的电脑前 将刚刚登陆的网址悄悄记录下来 男人路过一个洗头房 突然听到里面有喊叫声 男子拦住走出来的小混混 这可把小混混给他蒙了 后面的小混混也冲了上来 但都被男人三下五除二的给打了 男人立马让拿棍子的小混混把钱还回去 小混混表示自己啥也没拿 老板娘也表示对方什么也没拿 让男人把他放了 就在男人要离开时 美女老板娘却叫住了他 小伙子 要不要进来坐会儿 男人名叫江绍威 是香港的一名祭司警察 因为牵扯到一桩假币案被诬险 所以化名江城来到斯明岛调查真相 就在江绍威跟老板娘女儿聊天时 突然来了一对男女 光头出手很阔绰 直接从兜里掏出一打崭新的板原大钞 等光头走后 江绍威立马捡起地上的钱 略意思考之后 江绍威将钱交给了老板娘 表示这是刚才客人调的 但没想老板娘却直接揣进自己的兜里 老板娘的这一手操作 把江绍威看得一愣一愣 但自己住在这里也不好说什么 随后 江绍威就趴起了人家的墙角 光头进屋之后 直接拿出几打崭新的板原大钞 为了展示自己的财力 光头又从裤当中掏出几打扔在床上 这个钱 两分钟后光头替裤子走人 随后江绍威找到老板娘 想要拿回刚刚那张板原大钞 但老板娘却犯了失忆症 什么钱 听了老板娘的话 江绍威立马反应过来 表示自己只是想要换张新钱 老板娘听说不是要回去 连忙就换给了她 江绍威回到房间之后 先是对着灯光观察了一下 然后又拿出自己手里的钱 仔仔细细地摸了一遍 最后关掉灯 拿出紫外线灯照了半天 江绍威虽然感觉这张钱有问题 但就是找不出问题所在 与此同时 走私假币的那伙人 已经知道假钞落到了警方手里 而其中那个光头 正是去旅馆开房的男人 也是警方正在找的刘正刚 大哥让刘正刚赶紧将其他的活 转移到一个名叫三姐的女人手里 并让他转移完之后赶紧去外地夺赌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谈话 都被一旁的老板娘听到了 与此同时 警方从走私犯的口中得知接收假币的人 名叫刘正刚 是斯明岛本地人 生性凶猛 1998年因抢劫罪判刑三年 去年刚刚刑满释房 住址在满港区下关村 刑警队兵分两路 小帅带第一组 副队长杨亮带第二组 众人领取任务准备行动时 杠精杨亮又抬起了杠 眼看肖雷要发飙 杨亮连忙开始说软话 而刘正刚早在昨晚就被周冰安排离开 虽然警方没有找到刘正刚 但却在蹲守时 意外发现另一个男人来到刘正刚家 于是警方顺手就将男人抓了回去 男人刚开始还不想交代 可在警方连续24小时的体贴照顾下 男人终于撑不住了 表示自己就是第二批假币的看守者之一 另一个看守者名叫陈海生 他们看守的假币一共是三千万 而刘正刚就是他们的街头人 他这次本想去问问刘正刚什么时候转移假币 却没想被警方抓个正着 与此同时 周冰也得知小弟被抓 连忙向宝龙公司总经理前世红汇报 前世红立马让周冰去找陈海生 让他把那三千万转移 可等周冰来到陈海生的藏身处时 却发现这里早已人去楼空 周冰越想越不对劲 立马将神龛下面的皮箱拿出来 而里面的三千万现金也已不见 与此同时 江少威来到邮局 将两张假币寄给了刑警队萧雷 并在柜台前遇到了 那个和光头刘正刚玩游戏的座台小姐 而另一边的卧底邵静远 也即将面临六叔对他的最后一次考验 女卧底在黑老大家当保姆 正当他的英语书读到一半时 黑老大打断了他 六叔您再念一遍 女卧底没想到这老头的英文这么好 连忙拍起了马屁 老头得意地表示自己年轻时 也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 然后让女人接着给他读 可还没等女人读两句 老头的凳子一歪 六叔 邵竟然连忙在老头的脖子上试了试 然后环视一圈犹豫要不要搜查 但邵竟然还是选择先救人 可等他刚一离开 老头收养的男孩就进来翻起了他的包 原来这是老头给他演的一处戏 另一边的邵竟然 费力地将老头背到了小诊所 医生连忙让他将老头放在床上 到了这个时候 邵竟然想起自己的包没带 大夫 我忘了带包了 回去拿一下 一会儿就来啊 等邵竟然刚一走 老头就睁开了眼睛 邵竟然为了获得老头的信任 整整照顾了老头一夜 第二天一早 邵竟然看老头还没醒 就来到门外锻炼身体 就在这时 老头睁开了眼睛 醒了六叔 你昨晚犯病了你知道吗 犯的可吓人 这次多亏累 六叔让邵竟然先回去休息 表示今天要去宝龙公司看看 邵竟然一听是去宝龙公司 立马关心地问六叔 这身体一个人去能行吗 但六叔却表示没问题 邵竟然知道自己不能表现得太可以 也就没再抢求跟着 伺候六叔吃完药之后 邵竟然就离开了 可等他刚一离开 男孩又出现了 怎么着 包里全部都是些女孩 我都记下来了 你看 听了男孩的话 六叔对邵竟然的考验基本结束 于是就向宝龙公司总经理 前世红推荐了邵竟然 老头虽然同意让邵竟然来上班 但还是有点不放心 表示暂时不要让他接触公司的核心机密 等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就在两人讨论公司其他事的时候 来到宝龙公司的江绍威 为了寻找贾钞的线索 悄悄来到李永顺的办公室门口 却发现门是锁着的 江绍威拿出一根铁丝 随意倒过了几下就将门打开了 可还没等他找到什么东西 李永顺却突然回来了 江绍 你又在这儿 我来找你 你怎么进来 你没锁门 听了江绍威的话 李永顺莫名地笑了笑 随后就说六叔来了 要带他去见见公司总经理前世红 与此同时 前世红正在给邵竟然面试 看着邵竟然轻力脱俗的模样 前世红的眼睛都不眨一下 可就在这个时候 李永顺带着江绍威走了进来 您的司机来了 先走 眼看这俩货打扰自己的好事 前世红立马让他们出去 而邵竟然也趁机 以熟悉业务为由提出离开 晚上下班之后 邵竟然在一处民居中 和上司陈维芳见面 陈维芳让邵竟然紧钉保隆公司 一定尽快掌握 前世红等人的走私证据 陈维芳随后又将假逼案的事情 告诉了邵竟然 让他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尽量寻找线索 与此同时 周斌在察觉陈海生 卷走三千万假逼后 立即向前世红汇报 前世红二话不说 就给了周斌一个大嘴巴子 前世红转身跟阿龙说周斌就在这 要杀要寡随他处置 但接着又替周斌求情 表示三千万现金实在太多 就算是摆在佛祖面前 也要多瞅几眼 更何况陈海生那种小混混 就在这时 一个面带笑容 气质优雅的女人走过来 这个女人正是香港中士集团 董事长钟美玲 也是这笔假逼案的策划者之一 前世红立马向大姐 汇报了前辈卷走的事情 钟美玲原本的笑容瞬间消失 冷冷地盯着周斌 前世红立马让周斌给大姐跪下 周斌强忍着怒气刚要跪下 却被大姐阻止了 并掏出一块手帕递给周斌 别的我不管 我只是想 立快见到那笔货 周斌看大姐对她这么好 立马带着阿龙来到陈海生家 并将陈海生的妹妹抓了过来 可不管周斌怎么威胁 陈海妹都说不知道 一旁的阿龙看了一拳 最后看了一眼头顶的吊扇 拿棍子一敲 立马掉下一个东西 打开一看 正是一打崭新的百元大钞 周斌也不跟陈海妹废话 让她赶紧联系陈海生把钱交出来 否则他们都要被扔进海里喂雨 随后 陈海妹来到海边找到哥哥陈海生 让她赶紧离开 但陈海生表示现在风声这么紧 露露肯定已被警方封锁 于是妹妹提议找表姐张红霞帮忙 但他们没想到的是 周斌已经带着阿龙找到张红霞 张红霞也是假币中转的一个重要枢纽 更是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 所以对他们的威胁并不是很在意 但却没想阿龙下嘴有点重 南部的海边小城里 流入了至少一个亿的假币 省公安厅的陈维芳处长 建议立即封锁全城的所有金融流通渠道 市长听了立马不乐意了 市长以城市发展和稳定民生的名义 直接否决了陈维芳的建议 与此同时 作为幕后黑手的香港中市集团董市长钟美龄 也把前世红叫了过来 表示现在警方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封锁整个城市 但他们警力有限 在军方不介入的情况下 警方起码要15天才能完成对全城的封锁 所以他们现在一定要尽快将剩下的假钞运出城 另一边 大陆卧底邵敬然和香港警察江绍威 都已成功进入宝龙公司 但此时的双方都不知道彼此的身份 所以都不愿跟对方说实话 可江绍威无意中看电视的行为 引起了邵敬然的注意 邵敬然的话 让江绍威微微愣了一下 而邵敬然也没再多说什么 随后 邵敬然就让江绍威开车陪自己去趟码头仓库 就在他们要驶出车库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 让江绍威差点失控 对面的男人 正是曾经陷害袭击过他的人 于是他立马开车跟了上去 江绍威的举动 让邵敬然非常奇怪 我想熟悉一下这边的环境 我开车方位 可让江绍威没想到的是 对方已经发现了他 人家辛苦跟了我们这么久 暗节应该停车打个招呼 对 三分钟后 江绍威跟到了一个废弃工厂 等江绍威上去查看的时候 却一个人没有 只有车顶留下的一颗子弹 这让一旁的邵敬然 不自觉地去摸腿上的枪 可他今天却并没有待 眼看对方已经发现他们 江绍威连忙开车离开 而阿龙则立马给大姐打电话 表示对方正是江绍威 为了不让江绍威破坏他们的行动 大姐让阿龙尽快干掉他 与此同时 钱世红找到六叔 表示大姐现在要求他们 七天内必须将货运出去 但六叔却有点瞧不上这个大姐 啊 你跟女流 六叔年轻时 跟着钱世红的父亲加入红星 钱世红的父亲被仇家杀害后 六叔就将钱世红抚养长大 更是一直为钱世红出谋划策 如今第三批货落到警方手里 第二批货也被兄弟卷走 现在只剩六叔手里的五千万 如果将货交给钟美龄 那他们更不会将他们看在眼里 于是六叔决定亲自会会这个大姐 女卧底正在查看走私集团的资料 但她没想到的是 她的一举一动都被黑老大看在眼中 阿苏 你看她在找什么呢 说不好 真是冷卧底的条大 听了狗头军师的话 钱世红表示 邵竟然是六叔过了眼的 按照六叔看人的眼光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一旁的军师表示 就算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更何况现在六叔的年龄确实太大 难保不会走眼 于是钱世红准备试探下邵竟然 他准备将一批有问题的货交给邵竟然去办 海关那边已被自己买通 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邵竟然去接货的时候被扣下 那就说明邵竟然有问题 可此时的邵竟然却毫不知情 连忙来到卫生间给程维方发消息 约定在百货商场大门口见面 随后就让江绍威开车送自己去海关 可他们刚走没一会儿 江绍威就发现了情况 看后面 我跟皮肤 邵竟然回头一看 果然发现一辆黑色轿车跟着他们 邵竟然知道自己这次太着急了 险些就酿成大错 同时 他对江绍威的身份更加感兴趣了 随后 就在他们经过百货大楼的时候 看到了上司陈维方 但并没有停车 陈维方也看到了邵竟然 他知道邵竟然不跟自己见面肯定是有原因的 我不欺然 等陈维方刚一回去 邵竟然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随后 邵竟然就来到了秘密街头的邻居 他们已经开始怀疑你了吗 是 邵竟然表示对方虽然怀疑 但对他的认知基本为零 所以这一次很可能是对他的考验 邵竟然随后就将今天搜集到的线索做了会 陈维方听完之后 表示这次不会对这批货动手 邵竟然需要继续潜伏下去 争取尽快掌握宝龙公司真正的核心机密 与此同时 黑大姐中美玲将钱世红找了过来 钱总啊 我现在非常想知道第一批货的安全程度 大姐表示 现在他们手里只剩六叔的五千万 这批货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 所以最好能将钱交给他来保管 如果这笔钱一旦出了问题 那香港的雄叔肯定会亲自过来 到时候就不会像他这么好说话了 虽然大姐说得很平淡 但钱世红却非常害怕 立马表示明天就安排大姐和六叔见面 另一边 江绍威突然拦住正要下班的邵竟然 男人约女卧底吃饭 可他们刚一到饭店 一个黑衣女人就跟了进来 并在邵竟然的包上装了窃听器 更令邵竟然没想到的是 这酒还没喝 江绍威就开始说起了胡话 邵竟然一听这话 实在是不知该如何回答他 紧接着 江绍威就拿出两张百元大钞给邵竟然 表示这两张钱看似一样 但其中一张肯定是假币 此时的邵竟然并不知道江绍威的真实身份 说不定对方就是钱世红派来试探他 所以邵竟然根本不敢去接这个话茬 而江绍威也没再提这个事情 可就在两人结账要离开时 邵竟然突然发现了包上的监听器 这种监听器的距离不能太远 而饭馆里除了他们 就是不远处那个黑衣女人 邵竟然说完之后直接起身离开 而江绍威也意识到自己很可能已经暴露 随后邵竟然回到公司 将江绍威的资料拷贝出来 并将其交给了陈维芳 陈维芳表示刑警队曾经收到一封匿名信 里面是两张假币 这说明现在的斯明岛内 除了他们在调查假币外 还有一个人也在秘密调查 对方很可能已经掌握了某些重要证据 听了陈维芳的话 邵竟然表示今晚江城在跟他吃饭时 曾经暗示宝龙公司 很可能涉及走私毒品和假钞 那这个江城很可能就是 陈维芳口中的那个人 陈维芳略微思考之后 让邵竟然接下来要密切关注这个江城 同时告诉他宝龙公司内的卧底 并不止他一个人 必要的时候 对方会给予他帮助 但为了保密 陈维芳并没有说出对方的身份 与此同时 钱世红已经拿到了黑衣女人监听的内容 此时的江绍威还不知道 眼前的这个女人会多次救她于危难 江绍威刚一离开 就被几个小混混给盯上了 因为江绍威的身份已被阿龙发现 于是决定派人做掉她 江绍威也意识到后面的几人 但她并不紧张 江绍威趁对方不注意转身就跑 可还没跑几步就被人家追上 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 虽然她是个警察 但毕竟对方人多手里又有家伙 很快就受了伤 就在这时 另一伙手持棍棒的人冲了上来 原来是老板娘察觉到不对劲 带人来救她 江绍威说了句谢谢转身就要走 可老板娘却叫她去洗头房处理伤口 看老板娘这熟练的包扎手法 年轻时肯定也是有故事的人 就在江绍威想要感谢老板娘时 房间中突然传来小孩的哭声 你已经有小孩了 对啊 但当江绍威问大姐夫再没在家时 老板娘摇了摇头 江绍威瞬间明白老板娘是个单身母亲 老板娘也让她不要多问 表示如果真的关心她 可以常来自己这儿坐坐 与此同时 暗恋江绍威的旅馆老板娘女儿 来给江绍威送电脑 然后又给她整理床铺 可就在这时 许家伦突然发现床垫下面有个硬硬的东西 她连忙打开一看 发现了一把闪亮亮的手枪 还有江绍威的香港警察证 小姑娘看到这些一点都不害怕 还拿起手枪玩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 江绍威正好回来了 看着面前的小姑娘 江绍威立马感觉头都大了 与此同时 省公安厅经过研究之后 决定彻底封锁斯明岛的所有进出道路 和所有的金融流通渠道 警方的突然行动 不仅震惊了所有市民 更让走私假币的那伙人彻底慌了 虽然这个方法将假币限制在了斯明岛 但同时影响更大的是全市的老百姓 所有人都害怕自己手中钱是假钞 于是成群结队来到商场和银行 想要将手中钱换成生活物资或者是旧钞 但商场和银行一律不收新钞 这让老百姓的恐慌情绪进一步扩大 于是纷纷来到市政府门前讨说法 而此时市长的电话就没停过 城市所有的投资项目纷纷停滞 投资人都想要尽快撤资离开 焦头烂额的市长刚挂了电话 就对公安局长和省厅的陈处长一通责备 原来市长是不同意这个方案的 但没想到公安局直接越级上报到省委 听着市长的指责 陈维芳搬出了上级 这不单单是我们中安组的方案 同时也是省委领导小组 经过讨论权口德铺的暂性措施 听了陈维芳的话 市长的面子有点挂不住了 立马指责他不懂政治 他的决定是危害整个私民岛市民的利益 市长的话 让一旁的公安局长听不下去了 如果我们不采取目前的措施 那损失的不仅仅是私民岛人民的利益 那将是对全省乃至全国人民的利益 都是一个重大的尊重 市长知道对方说的有道理 但心里对他们的行为就是不舒服 现在省理已经做出决定 他现在也没办法 于是就问他们能不能在十天内破案 听了市长的问题 局长和处长都不敢说话了 因为他们谁也不敢做出这个保证 可一旁的刑警队长肖雷却开口 可以 十天破案 对 十天破案 听了肖雷的话 市长立马带着人来到市政府大楼前安抚老百姓 表示现在的封锁只是暂时的 一旦警方破案 会立即恢复城市的正常秩序 可不管市长怎么说 老百姓都听不进去 于是就有人带头问具体需要多久 对于玩政治的人 一般是不敢在这种公众场合明确表态的 但愣头亲肖雷又开口了 七天 此话一出 老百姓们逐渐安静了 而一旁的市长和公安局长等人的心中却不平静 此时众位领导的心中 都奔腾着一万只小可爱 你刚刚在楼上还说十天 这才几分钟就变成了七天 但牛已被肖雷吹上了天 那他们也只能全力以赴 市政府立即给刑警队调取了最先进的电脑 和技术人才 可就算有政府的权力支持 肖雷他们真的能在七天内破案吗 肖先生 真正的目标你恐怕永远找不到 但我知道你的目标 可看李永顺这态度 却并不像是要揭露他 果不其然 李永顺直言给他一天的时间考虑一下 他们俩可以开诚不公地好好谈一次 江绍威也不啰嗦 表示不用考虑一天了 他们现在就可以谈 但要换个地方 于是江绍威就和李永顺约定在洗头房见面 却没想李永顺认识老板娘 好久没来了 是 挺久的 看两个人的表情 貌似两人之间还有点故事 但此时显然不是叙旧的时候 老板娘将李永顺带到后面 让他们俩单独谈 与此同时 刑警队长萧雷来到邮局调查 给他寄假币的人 但因为每天寄东西的人太多 邮递员也寄不太轻了 表示那天寄得最清楚的 是对面歌舞厅有个小姐也来寄东西 说不定那封邮件就是对方寄的 于是萧雷就找到了歌舞厅 正巧遇到了老板娘张红霞 您这儿有小姐吗 小姐 你找什么小姐 没事玩玩 张红霞是个老江湖 一看萧雷的样子就不简单 立马表示他这是正经歌舞厅 从来没有小姐 如果他非要找小姐 可以去附近的洗头房看看 于是 萧雷又来到了江绍威等人 谈事情的洗头房 而后面的江绍威和李永顺 并不知道萧雷的到来 你应该知道我是谁 我不知道 他很快就知道了 江绍威直接表示自己之所以来寄明岛 是为了洗清自己的冤案 而李永顺也直接说出假逼的事情 但李永顺并不想多说 并让江绍威赶紧离开 否则他很可能会出现危险 而老板娘刚一出去就发现了进来的萧雷 立马询问他是来干嘛的 你这有按摩的吗 老板娘表示自己是正经洗头房 根本没有那个服务 再说现在太早也没开始营业 今天就他自己在店里 根本没法营业 可老板娘刚一说完 江绍威突然开门出来了 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眼看气氛有点尴尬诡异 老板娘开口了 你那货摆好了没有 摆好了 摆好就赶快走吧 老板娘虽然找借口支走了江绍威 但萧雷却悄悄跟了上去 可很快就失去了江绍威的踪迹 与此同时 走私假逼那火人 也陷入了经营危机 虽然他们暗地里是做走私的 但公司名面上还有不少震惊声音 警方这次的封锁 让他们的正常业务无法开展 大量的供货商前来讨要货款 光头老板急的头发都掉光了 就在这时 邵敬然突然站了出来 他临时拟定了一份合同 将所有供货商都安抚住了 连律师李永顺看了他做的合同 都忍不住夸赞邵敬然能干 而邵敬然的这一手操作 让钱世红对他刮目相看 表示要带他建一建公司真正的大楼 刑警队长刚一进来 就让小女警在三个小时内 从两百万人中找出一个人的指纹 这把一旁的处长吓了一跳 瘋了 你要的又不是罪犯记录 普通人的指纹要从出身登记查起 你知道有多大的工作量吗 肖雷是个愣头青 立马开始跟处长顶嘴 一旁的局长连忙出来当合适了 表示会通过市局的终端帮助调查 小女警也不负众望 用短短两个多小时 就分析出寄甲壁的信封上的指纹 上面除了警局和邮局的指纹外 还有两个陌生指纹 一个是旅馆老板娘的 另一个则没有记录 肖雷立马来到旅馆调查另一枚指纹 但老板娘有事出去了 只有老板娘的女儿许家文在家看店 许家文看到对方是警察 立马警觉起来 因为他知道江少威的真实身份 于是就对着肖雷一通忽悠 但肖雷也不是傻 不会轻易相信小姑娘的话 于是留下自己的电话 让他妈妈回来后 立即去刑警队找他 等肖雷刚一走 躲在房间中的江少威 立马收拾东西准备离开 可许家文死活不同意 江少威没办法 只能同意许家文参与他的行动 并交给许家文一个任务 那就是破译那个私人网站 与此同时 根据之前抓到的走私犯供述 他们的联系人 还有一个名叫林昭帝的女人 警方利用新设备 很快就查到林昭帝 很可能藏在山里的一个亲戚家中 于是肖雷准备带人前往调查 而此时的林昭帝 正被黑大姐的保镖看着 林昭帝知道自己随时会被灭口 于是假借上厕所 将女保镖锁到屋内 林昭帝逃跑之后 就来到了山里的亲戚家中 与此同时 肖雷正带着周冰等人赶到 而林昭帝还以为 肖雷等人是来杀他的 所以连忙向山里跑去 可就在这时 藏在暗处的女保镖突然出手了 随后肖雷将林昭帝 送往医院抢救 可林昭帝除了摔伤之外 最严重的是被毒针射中 现在能不能就过来都难说 与此同时 许家文成功黑进了江少威给他的网站 并将内部的信息全都拷贝出来 而就在他们黑进网站的时候 那边也有了提醒 李永顺眼看有黑客入侵 虽然他表现得很震惊 但却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光头哥等人 那李永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会不会就是警方的另一个卧底 女卧底的出色表现 赢得了黑老大的信任 于是准备将一批走私的原油交给他去处理 就在这时 又有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原油资料的来源在这 别的嘛 就不要多问了 那出关手续 说过不要多问了 事成之后你提成0.1% 姑娘 你的机会来了 咱也不知道这0.1%是多少 但听对方这口气应该不少 男人还告诉邵敬然 下班之后真正的大老板要见他 没过一回 邵敬然看到光头哥离开了公司 他认为时机已到 于是立马摸进光头哥的办公室 可他不知道的是 他进门的时候 正巧被对面的李永顺看到 就在邵敬然查看电脑中的资料时 李永顺悄悄打开房门走了进来 邵小姐 你最烂的吗 这可把邵敬然吓了一跳 但他迅速调整状态 表示自己是来调查原油下家的资料 这话一听就是糊弄小孩的 可李永顺却相信邵敬然说的 并让他以后在公司里小心行事 随后 李永顺给一个名叫武松的神秘人发消息 让对方调查邵敬然从出生到现在的所有信息 与此同时 黑大姐钟美玲和钱世红一起来到六叔这里 因为钱世红是六叔的干儿子 于是钟美玲就给钱世红使了个眼神 钱世红立马表示 现在警方封锁了整个城市 他们必须抓紧时间把货给运出去 听了钱世红的话 六叔很不开心 表示既然知道风生警 还不停一停 他们现在年轻人做事是真没规矩了 一旁的钟美玲见状也连忙开口 表示现在有两千万在警方手里 警方用不了多久 就会生产出甄别的机器 到了那个时候 他们手里的五千万就真的变成废纸了 钱世红表示现在都什么社会了 已经不是他们老一辈劫富济贫的时候 他们老一辈定下的规矩早就过时了 说过 怎么做 本来就是害人害 国家乱了 你们不心疼 没等六叔说完 钟美玲表示现在已经是火烧眉毛 说其他的都是空话 只有尽快把那批货出手才是唯一的办法 听了钟美玲的话 六叔终于答应了他们 但他藏的货要拿出来需要一定的时间 于是就让他们明天再来 眼前这个老头表面上是一名普通的物理老师 但他的真实身份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物理系毕业的高材生 在中美两国还没有建交的时候 老头冒着生命风险伪造身份回到了祖国 从此就用这个身份当起了老师 老头原本平静地生活 被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破 喂 还记得我吗 对不起 您是 四十年前普林斯顿的同学 你是沙昆 沙昆的电话和现在爆发的假币案 让老教授意识到不妙 于是开始满大街收集新币 但自从假币案爆发以来 所有人对新币都是敬而远之 所以老头问了半天 一张也没搜集到 于是老头直接来到银行柜台 表示他想要兑换新币 有多少要多少 老头的话引起了贵人的注意 连忙将他身份信息寄了下来 没过多久 刑警队就找上了老头 并将他直接带回了刑警队 老头也不隐瞒 表示自己收集新币是为了研究 同时说出了一个重要线索 老头表示沙昆做这一切 可能都是因为他 当年他和沙昆都是 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 更是无话不谈的好友 但沙昆却因为制造假币 被学校开除 并在监狱里蹲了三年 而举报沙昆的证实他 所以这次沙昆的行为 很可能是为了报复他 听了老头的话 肖雷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故事 于是就把老头扣在刑警队 并让人去调查老头的相关信息 很快 女警就将老头的信息拿了过来 肖雷刚开始还不当回事 但等他仔细一看就吓坏了 硅谷华侨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品 斯明岛是一个小地方 能有几个研究生都不错了 可人家却是世界名校的高材生 于是肖雷准备给老头找点活干 他直接将李天华 带到研究假币的实验室 李天华看了一圈 表示他们现在的研究 虽然有点用 但想要短时间研究明白 却不可能 随后肖雷就让杨亮陪李天华回家 将他的所有设备搬到刑警队来 与此同时 邵敬然叫江绍威跟他一起去码头提火 可江绍威开到闹市区却突然停了下来 江绍威直接问邵敬然的身份 问他来保隆公司 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任务 邵敬然不想暴露身份 连忙找了个借口下车 可江绍威却不想放弃 立马拉住了邵敬然 江绍威知道邵敬然不会轻易相信自己 于是就将自己的真实身份说了出来 表示江城是贾民 他的真名是江绍威 他原本是香港的一名基司警察 但因为牵扯经一期贾币案而被诬陷 他来斯明岛就是为了洗刷冤屈 现在他的身份很可能被对方发现了 如果自己真的出现不测 希望邵敬然能将贾币案调查清楚 恢复自己警察的身份 江绍威说完 就将装有保隆公司走私资料的软盘交给了邵敬然 然后深情地摸着邵敬然的脸 短暂的温存之后 江绍威独自驾车离开 因为他知道 他此去很可能是有去无回 你卧底询问贵远 刚刚发车的货是什么时候的 但贵远的回答却把他吓了一条 这笔过上个星期又已经运走了 听到对方的回答 邵敬然愣了两秒 然后瞬间反应过来 如果是上周就运走了 那这次就是专门冲着江绍威去的 而此时的江绍威却还没意识到危险 等车子走了一会之后 江绍威才察觉到不对劲 没一会儿 车子就开到了荒郊野里 杀手阿龙也早已等在这里 车子停好之后 司机借口去撒尿 悄悄来到车子后面打开货柜 原来里面装的根本不是什么转运的货 而是对付江绍威的打手 可就在这时 长发男把手中的铁棍掉到了地上 这一幕正好被江绍威从后视镜里看到 他瞬间就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为了保住自己的小命 江绍威先是装作打瞌睡 等司机带人摸上来打开车门的一瞬间 才发现驾驶室内空无一人 此时的江绍威已经神奇地爬到了对面的山上 于是一群人开始费力地往上爬 此时的阿龙也意识到情况不对 连忙拿出狙击枪 趁手下缠住江绍威的时候 躲在暗处的阿龙果断开枪 但打死的却是自己的一名小弟 阿龙对此没有任何反应 又重新瞄准江绍威打出第二枪 这次打中了江绍威的胳膊 江绍威不再恋战 转身变逃 却不慎掉落悬崖 哟 这么搞 别的肯定死定了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江绍威拥有主角光环 不会这么轻易领喝饭 与此同时 旅馆老板娘按照肖雷的要求来到刑警队 肖雷问她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入住 老板娘表示住店的人太多 大部分都是外地人 肖雷随后就拿出一张照片给老板娘看 此人正是带着小姐去开房的刘正刚 因为光头的特征太明显 老板娘记得很清楚 表示这个人出手很阔绰 用的都是崭新的百元大钞 肖雷立马问她那天的钱在哪 老板娘表示第二天来了一个女性港客 把她手里的人民币全换走了 肖雷一听对方是个女的顿时失去了兴趣 而老板娘之所以这么说 全都是女儿许家文交给她的 与此同时 邵竟然看了江绍威给她的软盘 知道这件事事关重大 于是立马和上司接头 上次我提到那个叫江城的人 我希望组织迅速查清她的身份 另外 根据她提供给我的宝龙公司的走私记录上面 好像有一个叫深仓的地方 藏着大量的走私缘由 深仓 邵竟然又向上司申请了武器装备 准备晚上采取秘密行动 随后 邵竟然又来到江绍威住过的旅馆 许家文一听是来找江绍威的 立马警觉起来 表示江绍威离开之后一直没有回来 因为时间紧迫 邵竟然只能留下自己的电话 让江绍威回来之后立马联系她 随后 邵竟然又来到六叔这里 试探性地将走私缘由的事情说给六叔听 而六叔却给了邵竟然一个忠告 那就是能拖就拖 千万不能上手 邵竟然又将钟美龄要见她的事情也告诉了六叔 六叔听了微微一乱 像是下了某种决定似的 转身对着邵竟然说道 二人 明天你还过来 书带你去看看谁 还有点事跟你说 随后 邵竟然回到公司 跟着钱世红去见大姐 第一次接手公司的生意 就赶上这么重的案子 你不害怕吗 不害怕 只是有点担心 担心 你担心 邵竟然表现得很镇定 冷静分析了眼下的形势 并建议公司可以暂停某些生意 否则很容易引起警方的注意 但大姐却仍让她按原计划进行 并给了邵竟然一番忠告 女孩子出来做事不容易 一定不要锐气太盛 等邵竟然刚一走 钱世红就问大姐感觉怎么样 大姐表示 邵竟然绝不是表面看得那么简单 可以将一个没有价值的货仓先透露给她 如果交货时出现问题 也先不要动她 后面她还有大用处 而另一边的邵竟然 也察觉到对方并不相信她 甚至已经开始怀疑自己 按理说她应该撤离了 但她距离生仓已经越来越近 她必须在最短时间内找到身仓 所以就算在危险 她也要去试一试 与此同时 陈海生来到张红霞的歌舞厅 准备商量跑路的事 却没想表解张红霞为了自保 早将她给卖了 躲在外面放松的陈海妹 也被周斌抓住 周斌表示只要拿到钱 肯定放过他们兄妹 这话说出来 估计周斌自己都不相信 但陈海妹却傻乎乎地带着周斌等 去取那三千万假钞 如果不交钱 她说不定还能活命 但如今这种情况 阿龙说什么都不会让她活下去 果不其然 等周斌等人一拿到钱 女杀手立马掏出了枪 而她哥哥陈海生也早被做掉 兄妹俩就这样被丢进海里喂了鱼 与此同时 邵静然正在为晚上的行动做准备 她先是测试了监听设备 然后又将手铐装到包里 最后空拉几下枪栓装上弹夹 放到小腿的枪套里 这也是为什么邵静然喜欢穿阔腿裤的原因 随后 邵静然就来到了光头哥的住处 等光头哥刚一进去 邵静然立马翻墙跟上 钱氏洪回家之后 将外套放到沙发上 然后上楼洗澡 邵静然趁机摸进屋内 她先是翻了翻钱氏洪的外套 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就随手扔在沙发上 此时的钱氏洪已经进入卫生间 邵静然进入卧室之后 将监听器装在电话下面 然后又翻墙溜了出去 而毫不知情的钱氏洪 正在和黑大姐通话 邵静然连忙记下他们提到的地址 并通知了上司 邵静然本以为这次的事情 可以水到渠成 却没想差点送掉自己的小命 黑老大在海关关长的陪同下 前来仓库搬运走私的缘由 女卧底连忙联系上司 上司听了之后 立马安排武警前来调查 可黑老大一群人却一点都不紧张 被收买的关长 更是拿出了合法的材料 武警看了半天 手续确实没有任何问题 原来黑大姐早就怀疑邵静然的身份 所以安排了这一次的交易 来试探邵静然 去年的货仓暗示给他 如果出事的话 另一边的邵静然也知道行动失败 钟美玲等人更会怀疑自己 于是他将自己的装备和证件 放到了机箱中 就在这时 邵静然的父亲走了进来 邵静然知道自己随时会出现危险 但由于身份的特殊 并不能跟父亲说明情况 看着离开的女儿 老父亲的心中充满了疑惑 连忙走到电脑旁打开了机箱 当老父亲看到邵静然证件的那一刻 多日以来的疑惑终于解开 老父亲对于女儿的身份感到自豪 但又无比的担心 与此同时 光头哥这边也在讨论 昨晚武警检查的事情 他们第一个怀疑的就是邵静然 小弟不想废脑子 表示直接把邵静然做了一了来了 但光头哥因为对邵静然有一丝好感 并不同意小弟的想法 就在这时 公司前台打来电话 说邵静然回来了 光头哥立马将邵静然叫来 阿龙一上来就说了昨晚的事情 并不断地试探邵静然 但邵静然却都是对答如流 没有一丝破绽 光头哥让邵静然今天不要离开公司 晚上大姐要亲自见她 等邵静然一走 光头哥开始替邵静然说好话 表示邵静然的回答都没有问题 是不是可以让大姐调查其他人 但阿龙却不听她的 钱总不要过于重感情了 这小姑娘怎么一点都不紧张 那么丑拢 阿龙既然开了口 光头哥也没有任何办法 毕竟整个公司里 自己能使唤动的只有周冰和自己的狗头军事 与此同时 陈维芳知道昨晚的行动失败 一定会将邵静然推到一个极度危险的境地 于是他连忙找到刑警队长萧雷 陈维芳先将将邵绍威的资料交给萧雷 表示这个人很可能了解假立案的线索 如今却离弃失踪 萧雷必须尽快找到这个人 然后又说宝龙公司有他们自己的同志 昨晚的行动很可能让这位同志出现危险 所以萧雷必须以江城失踪为理由 去宝龙公司调查 这样就可以将对方的视线 转移到失踪的江绍威身上 萧雷好奇地问卧底的身份 但被陈维芳为了保密 并没有告诉萧雷 另一边 黑大姐钟美琳来到了机场 因为斯明岛今天将会来一名大人物 这个人就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物理系的科学疯子沙昆 为什么叫他疯子 因为他这一生都致力于研究贾钞 几十年前因为制造贾钞 被普林斯顿大学除名 并蹲了三年大牢 但出狱之后仍是研究贾钞 不久前流入斯明岛的贾钞 就出自沙昆之手 他研究的贾钞 让大陆所有的验钞机都无法分辨真吻 而他这次来大陆 有两个目的 一是为了制造出新的贾钞 二就是解开自己多年的一个心结 他要和曾经的好友间仇人李天华比个高下 钟美林想让老头去山中的别墅潜心研究 但老头却要在市区租个别墅 他要先跟老朋友见一面 随后李天华来到了沙昆的别墅 沙昆刚开始表现得还很热情 问李天华是不是还像在美国时一样 喜欢红茶加白兰蒂 李天华则表示从回国那天起 他就只喝茶了 借着这个话题 沙昆得意地表示 自己这个被普林斯顿开除的学生 如今在美国过着奢侈的生活 而他这个正经毕业的高材生 却只能在这个小城市里教书 实在是太可笑 听了沙昆的话 李天华却只是微微一笑 每个人的人生观都是不同的 你真的以为这个国家支持你付出吗 要是我不觉得 当年我就不会回来了 这国家很脆弱 你没有能力帮助他 道不同不相为谋 李天华也不想再多说什么 直接起身离开 与此同时 钟美林正在查看沙昆交给他的 新型假钞制作技术 这里面不仅有沙昆的新技术 还有熊叔制定的发行计划 钟美林看完之后就交给了钱世红 让他拿回去好好研究 并找个妥善的地方存放 如今是警方封锁的第二天 他们现在也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是将现由贾钞运出四名岛 陆路被警方封锁 那就试试海陆 如果海陆也不行的话 那就只能用第二种方法制造出新的贾钞 同时 钟美林对于昨晚武警检查的事情 他认为钱世红身边的人很危险 尤其是邵敬然 他不是卧底最好 可如果他真的是警方卧底 虽然会危险一些 但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机会 人不能动 可是我们可以慢慢利用 与此同时 被萧雷等人送到医院的林昭帝 经过医院的抢救之后 终于醒了过来 人是醒了 但医生表示林昭帝的脑部受到撞击 里面残留的血块压迫了神经 导致记忆混乱病犯有妄想症 如果想要恢复 只能动手术 否则他永远都不可能恢复正常 另一边的邵敬然 趁着中午公司没人 再次悄悄潜入前世红的办公室 并在柜子里找到了一份海运的到货时间表 里面正好有走私的缘由 邵敬然连忙拿出相机拍了下来 随后 邵敬然发现另一扇门被锁死了 于是掏出工具准备撬开 可就在这时 前世红突然回来了 又在千军一发之际 公司里的老人李永顺突然出现 李永顺的声音 惊动了里面的邵敬然 而黑老大也被李永顺成功引走 原来就在邵敬然潜入时 就被李永顺给看到了 那李永顺为什么要救邵敬然 咱们后面再说 前世红被引走后 邵敬然连忙离开 然后又恢复成楚楚可怜的小姑娘 来跟光头哥请假 表示自己跟六叔约好了见面 原本光头哥是不同意的 但听到对方是六叔 也就点头同意了 但小弟却悄悄跟了上去 其实邵敬然确实是跟六叔约好的 邵敬然见到六叔之后 表示因为昨晚无警的检查 公司都在怀疑他 下午钟美龄就要审他 他希望六叔能给些提示 但六叔听完之后 却一句话也不说 因为六叔知道 外面有人正盯着他们 楼下的周斌看到 邵敬然确实是来找六叔了 也没继续盯着 直接转身离开了 六叔 那草家伙走了 您可以出去了 确认周斌离开之后 六叔才跟邵敬然说话 说好是要带你 再来进来 走 随后 六叔带着邵敬然来到一处目 他毫不避讳地说 宝龙公司是一个 犯思造假的公司 而他邵敬然也不是一个 普通大学生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女大学生 在得知宝龙公司的情况之后 肯定会选择离开 而他却一直坚持留下来 这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他本身的法律意识弹簸 根本不在乎公司所做的一切 而另一种就是 似乎对公司的一切感兴趣 听了六叔的话 邵敬然想要开口解释 但六叔却让他不用紧张 更不用解释 他六十年代去香港闯江湖 这一辈子打打杀杀 他风风雨雨经历的太多 如今他不想知道太多的秘密 只想安度晚年 两人说着就来到一座坟的前面 六叔表示 这是去年给自己准备的目的 里面是昂贵的花里木棺材 然后六叔故意指着棺材 让邵敬然以后常来看看自己 但邵敬然却没时间注意六叔的动作 因为他即将面对钟美林的审论 看出邵敬然的担心后 六叔又给他讲了一番人生哲理 听了六叔的话 邵敬然的心态 也终于慢慢平静下来 与此同时 杨亮在陪李天华教授回家取东西时 正好遇到记者李小飞 也是李教授的孙女 李小飞意识到这是采访假弊案的绝佳时机 于是就以照顾李教授的名义 来到了刑警队 并将整个研究的过程拍了下来 然后第一时间将资料发给了电视台 肖雷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 立马前往电视台 终于在最后一刻阻止了信息的外泄 与此同时 邵敬然在得知前世红亲自去码头转运货物后 也偷偷来到了仓库 正好看到阿龙等人在装火 于是悄悄摸到货车后面偷听他们谈话 原来他们今天准备走海陆运输 邵敬然连忙查看运输的货物 可就在这时 突然有人走了过来 邵敬然没办法只能钻上货车 就这样 邵敬然也被关进了货车之中 大姐还是不放心 嘱咐你 我们这次只是试一试 如果能出去自然很好 出不去也不要慌 警方封锁了斯明岛的所有陆路出口 于是走司贩门就想要走海陆时下 就在他们去码头的路上 邵敬然打开了纸箱 发现只是普通的红酒 邵敬然不死心地又打开一箱 里面果然是假币 看来他们这次为了试水 是和红酒混在一起运输的 邵敬然趁机抽了两张 随后 周斌等人到了码头附近 也看到了接应的船只 周斌让女人立即联系船老大过来准备接火 但为了保险起见 阿龙要求船只靠岸没有问题之后 他们再把货运过去 就在对方即将靠岸的时候 海警的巡逻船突然出现 对 有麻烦 看来这里是行不通了 他们立即前往第二接火点 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他们刚一到 就看到码头上到处都是武警 司机下车检查货物 却被周斌叫了过去 于是邵敬然趁机逃了出来 随后 一张假币交给了陈维芳 这让陈维芳大吃一惊 立即询问邵敬然 这些假币是哪里来的 邵敬然立即将今天货车上的事情说了一遍 听了邵敬然的话 陈维芳瞬间大怒 他责怪邵敬然不该擅作主张 如果一旦出事 不仅会打草惊蛇 更会让邵敬然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陈维芳让邵敬然全力调查身仓的位置 假币的事情他会安排其他人调查 但邵敬然是个直脾气 表示调查身仓和调查假币并不冲突 自己完全可以应付 眼看邵敬然执迷不误 陈维芳冒险将邵敬然带到了警局的档案室 并打开了一个柜子 陈维芳表示这是整整三千万假钞 为了这个案子 已经死了十几个人 你的任务 收查长子献死 你完成好自己的任务 我不希望再失去一个好警察 原来在过去的一次任务中 因为他的冒险 最终导致他手下最优秀的女客警受伤退伍 所以他不希望惨剧再次发生 随后邵敬然跟随前世红来到大姐的别墅 黑大姐怀疑女卧底的身份 小弟拿出女卧底的资料 开始对她有奖提问 小弟先是问了女卧底的出生年月 和毕业院校 女卧底都是对答如流 可等对方问她班主任是谁时 女卧底稍微愣了一下 但最后还是勉强答了出来 可还没等她松口气 对方又问了一个问题 他叫电话号码 这个问题估计一般人都答不出来 反正我是记不住我们班主任的电话 连一旁的光头哥都有点看不下去 而邵敬然也确实被难住 我毕业时间太久了 一直没跟她联系过 听了邵敬然的回答 黑大姐立马让小弟给邵敬然发奖品 大姐你干什么 紧接着 阿龙将邵敬然的手按在桌子上 然后拿出准备好的钢针 在邵敬然的指缝间不停地穿梭起来 随着阿龙的动作越来越快 邵敬然的大脑飞速运转 很快就想起了上司给她准备的资料 听了邵敬然的话 阿龙立马拨通了电话 她以户籍警察户口为借口 跟所谓的王国平老师 核对了邵敬然的身份 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后 钟美龄终于让手下放了邵敬然 此时的邵敬然终于明白 警校里学的那些知识和训练 在面对真正的恐惧时 都是那样的脆弱 就在这时 周斌走了进来 表示警方刚来过公司 是来调查失踪的江绍威 果然如成为方预料的一样 阿龙和大姐的注意力 瞬间被引到了江绍威的身上 而邵敬然也趁机 做出一副委屈模样 表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大学生 只是想多赚点钱而已 如果不喜欢她的话 可以让她辞职 邵敬然虽然通过了测试 但大姐还是不相信她 为了以后能利用邵敬然 大姐好言安慰一番之后 就让钱世红带着邵敬然离开 出去之后 钱世红拉住邵敬然 说想要跟她单独谈谈 而邵敬然知道 帮投哥对自己有意思 也许可以利用这一点 查清走私假币案 于是邵敬然就上了光头哥的车 与此同时 警方收到了香港发来的通缉令 通缉令上的人 正是失踪的江绍威 根据香港警方提供的资料 警方得知信封上的指纹 正是江绍威的 但有一点萧雷想不明白 通缉令上说 江绍威涉嫌走私假币 那江绍威又为什么 要给他们提供线索呢 陈维芳因为邵敬然 汇报过江绍威的情报 所以知道江绍威 并不是通缉令上说的那么简单 但为了保密 陈维芳并未向萧雷说明 只是让他尽快找到江绍威 另一边 看着楚楚可怜的邵敬然 光头哥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他的父亲是香港的黑老大 他曾经也有妻子和孩子 但十年前的一天 父亲的对头灭了他满门 包括他三岁的女儿 他之所以和钟美玲一起做生意 也是为了有一天能给家人报仇 而他喜欢邵敬然 是因为邵敬然和他死去的妻子很像 光头哥说到动情时 不由自主地拉起了邵敬然的小手 邵敬然本来就很冷 光头哥这一下就让他更冷了 邵敬然连忙抽回小手 表示自己还要去参加同学聚会 光头哥立马开着大奔 把邵敬然送了过去 此时的邵敬然还不知道 大姐明天给他准备了一件很薄 大陆警方收到香港警方发来的通缉令 被通缉之人 正是肖雷前不久在洗头房遇到的江城 他原名江绍威 是香港的一名积司警察 因涉嫌走私贩毒 制造假逼以及杀害搭档 而被香港警方通缉 根据香港警方提供的江绍威的指纹 肖雷得知前不久收到的假币线索的信件 正是江绍威寄来的 怎么会是他呢 他这样做到底是什么动机 他到底站在哪一边 陈维芳表示 不管江绍威是什么目的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那就是这个江绍威非常了解假币案 他们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找到他 于是肖雷再次来到洗头房 希望能找到江绍威的线索 可他刚一到二楼 就被老板娘冯燕发现 找谁啊 找个男人 男人 我还告诉你 我这儿还真就没有男人 可冯燕刚一说完 李永顺就从里面走了出来 原来李永顺是冯燕的前男友 今晚有些寂寞难耐 就来找冯燕聊一聊 两个男人彼此打了个招呼之后 都相继离开了洗头房 李永顺回家之后 立即调出了肖雷的资料 并给一个神秘人打了电话 过两天有重要任务要到四米岛 你注意雷后到你警方 原来李永顺正是香港警方 派到宝龙公司的卧底 他的任务就是调查中世集团的假币案 与此同时 肖雷回到警队后 立马将遇到李永顺的事情 告诉了陈维芳 并建议立即调查李永顺 可陈维芳却让他不要插手李永顺的事情 很显然 陈维芳应该是知道李永顺身份的 随后 肖雷认为冯燕的洗头房非常可疑 江绍威很可能就藏在那里 所以希望能对冯燕所在的整条街道进行搜查 就在这时 调查假币的技术员突然跑了过来 成功了 肖雷两人听到动静走了出来 原来是李天华教授成功研究出了 可以辨别假币的新型验钞机 得知这个好消息之后 陈维芳和肖雷立即来到警方的研究所 希望能尽快将这种仪器送到银行 但李教授随后的话 彻底给他们浇了一盆冷水 按照常规的操作 这一台机器至少要十天 如果等这批仪器投放市场 估计黄花菜都凉了 李教授也知道时间有限 表示会尽快改良出一款简易验钞机 警方不能将所有希望放在新型验钞机上 于是就将最近几天 诠释所有大额存款的记录统计出来 并从中筛选出了56个嫌疑最大的存款 在随后的排查工作中 警方锁定了一个歌舞厅的小姐 最近几天时间 这个小姐一共存入20万现金 并且这个小姐的男友 正是警方寻找已久的刘正刚 就在警方跟踪这个小姐的时候 冯雁拿着几件衣服 悄悄来到了洗头房后面的地下室 而地下室中的男人 正是失踪已久的江少威 前天晚上你浑身湿透了 还有雪躺在我们家门口 我就把你抬进来了 听了冯雁的话 江少威想要开口解释 但冯雁却打断了她 表示什么都不用跟自己说 自己也不想知道 老板娘说着就递给她几件换洗衣服 然后又递过来一把枪 看着老板娘淡定的表情 说明老板娘年轻时也是有故事的人 与此同时 警方也在谈论江少威的情况 根据香港警方提供的资料 江少威的指纹 和给他们计假逼的信封上的指纹吻合 所以江少威就是他们一直在找的寄信人 而江少威曾经出现过的冯雁的美发厅 就是这次重点调查目标 而此时的冯雁突然来到了宝龙公司 并让李永顺将邵敬然叫了过来 有人想见你 下午四点 思明到了瑞勇美发厅 谁要见我 到了你就知道了 很显然 那个约邵敬然见面的人就是江少威 就在这时 刑警队副队长杨亮 已经来到了冯雁的美发厅 但搜了一圈什么都没有发现 就在杨亮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在后门的门框上发现了一丝血迹 可还没等他仔细查看 去小旅馆调查的另一波警员给他打来电话 原来他们在调查住宿登记部的时候 发现了江城的名字 杨亮立马来到小旅馆 询问这个名叫江城的男人去了哪里 许家文和江少威是一伙的 哪能跟杨亮说实话 表示警方的动静这么大 如果这个人有问题的话 肯定早就离开了 许家文虽然不是很礼貌 但杨亮也认为他说的有道理 可令杨亮没想到的是 等他刚一离开 许家文就在美发厅找到了江少威 表示江少威和老板娘太不仗义 他们俩藏在这里商量大事 却让他一个小姑娘去应付警察 与此同时 邵竟然刚想去找江少威 但李永顺却让他暂时不要离开 说周冰一会要带他去个地方 可能是让你去坐飞机玩吧 李永顺的话 让邵竟然突然意识到不妙 他连忙给上司打去电话 表示对方很可能会通过空运的方式进行运输 可他还没说完 周冰就找到了他 邵竟然连忙挂断电话上了周冰的车 陈维方这边也联系了武警 得知全市的机场都被封锁 只有一个飞行俱乐部还在飞 因为这个俱乐部只在室内飞 所以一直没有管他们 可此时的邵竟然已经到达俱乐部 阿龙将一个皮包交给邵竟然 让他飞到指定地点后丢下去 邵竟然好奇地想要打开皮包 却被阿龙拦了下来 正如邵竟然预料的那样 包里装的是一千万假钞 但周围都是他们的人 邵竟然只能听命坐上飞机 随着螺旋桨的启动 他害怕地闭上眼睛 就在飞机即将起飞的时候 武警终于赶到了 阿龙连忙将包拿了过来 市局命令航空管制 一切飞行物 需到市局审批之后放个飞行 原来就在邵竟然来之前 李永顺曾悄悄暗示过他 于是他连忙通知了上司程围方 空头被警方中止 邵竟然也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 光头哥带着狗头军师找到了六叔 如今贾超的事情闹到这个地步 希望六叔给他出出主意 钱世红是六叔看着长大的 六叔一辈子没有结婚 也没有孩子 钱世红跟他的儿子没什么两样 六叔希望钱世红不要再错下去 他会想办法让钱世红抽身出来 而钱世红也拿出假币的制作功力 想要交给六叔保管 但六叔却没收 而是带他再次来到墓地 表示旁边那个就是光头哥父亲 等自己百年之后 就埋在老大哥旁边做个伴 以后希望钱世红能常来看看他和他父亲 并让他将这番话告诉邵竟然 还让钱世红尽一切可能帮助他 光头哥听六叔提起邵竟然 立马表示自己喜欢这个女孩 可没想六叔却让他不要想好事 六叔说完之后 又抬头看了不远处的狗头军师一眼 六叔的意思很明白 现在这些所谓的兄弟 不像他们那个年代讲道理 如今一切都是向前看起 可钱世红却没有听进去 表示这都是跟随自己多年的兄弟 可他没想到的是 正是这多年的兄弟 不久之后汇要了他的命 钱世红随后就将假钞的资料交给了六叔 等钱世红刚一回到公司 李永顺就将邵竟然空头的事告诉了他 而邵竟然也气呼呼地回来了 我真的干不下去了 这每天又是严心拷打 又是空头的 谁受得了 太过分了 钱世红本来就不想继续做了 而大姐对邵竟然的行为 更加坚定了钱世红的想法 等李永顺和狗头军师一离开 钱世红直接和邵竟然坦白了 表示自己并不在乎他是什么身份 他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保全公司 但因为自己是个有案底的人 就算自己投肠 是不是也要被判刑 听到光头哥的话 邵竟然稍微愣了一下 他没想到惊喜竟然从天而降 但自己的身份还不能报名 于是强装镇定地表示自己也不是很了解 但他在警局里有朋友 可以介绍他们见面 可两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的谈话 都被光头哥的兄弟狗头军师听了去 并立马告诉了黑大姐 钱世红的背叛 让钟美玲非常生气 阿龙 钱世红就交给你了 与此同时 邵竟然将钱世红投诚的消息告诉了上司 并拿出从钱世红那里得到的地图 斯明岛郊外的红村仓库 很可能就是钟美玲他们说的深仓 陈维芳表示晚上会去突击检查 希望这次不要再出问题 现在已经是封锁的第三天 如果再没有一点实质性的突破 他们就没办法向上面交代了 邵竟然表示这次应该是真的 如果这次还是假的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除非钟美玲 连他都在骗 但不管是真是假 总是要去摸一摸才知道 等陈维芳刚一回去 就得知李教授研制出了简易验钞机 这种验钞机结构较为简单 厂家可以在两小时内生产一百台 随后 各大银行就用上了新型验钞机 并开始面向市民兑换所有假币 但陈维芳他们没想到的是 沙昆这边也同时研制出了新型假钞 可这种高仿的假钞制作还需要一天时间 另一边 钱世红找到跟随自己多年的兄弟周斌 想让他和自己一起退出 可周斌却不同意 他认为努力了这么久 眼看就要成功的时候退出 实在是太可惜 更何况现在退出 钟美玲也不会放过他们 但光头哥表示这个问题不用担心 他可以解决 怎么解决 自首 周斌一听这话 就更不愿意了 亏你想得出来 你别忘了啊 咱们可都是有暗底的人 这才是自投死路 钱世红不想放弃 继续劝说周斌 可周斌越听越生气 表示钱世红是被邵静然给迷晕了 并扬言要做掉邵静然 这可摸到了钱世红的逆鳞 直接给了周斌一巴掌 表示这都是他自己的决定 跟邵静然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他敢动邵静然 就别怪他不顾多年的兄弟感情 而此时的邵静然 已经来到了冯燕的美发厅 见到了消失多日的江绍威 邵静然慢慢走到江绍威的面前 而江绍威也是深情地看着他 可还没等江绍威还回来 邵静然就扑到了他的怀里 江绍威瞬间觉得这一巴掌也很香 相拥片刻之后 表示自己在香港的时候 调查到中式集团制作和走私假钞 于是他就上报给了他的上司程子坤 可没想程子坤竟是钟美龄的痛苦 程子坤杀害他的搭档之后 顺势嫁祸给他 前几天被人追杀 也是钟美龄做的 他希望邵静然能帮他洗刷冤屈 恢复自己警察的身份 但邵静然表示这不是他能决定的 他希望江绍威跟他回警局协助调查 但江绍威被出卖过 所以他现在只相信邵静然 不愿跟邵静然回去 于是邵静然悄悄拿出手铐 趁江绍威不注意 将他铐了起来 随后 就把江绍威带到了他的秘密距离 并把江绍威锁到了门把手上 让他待在这里哪都不要去 但就在邵静然换衣服的时候 江绍威就拿到了放在床上的钥匙 并打开了手铐 你要是不让我给你一块碎 我也把钥匙吃了 看到江绍威如此坚决 邵静然只能带着江绍威一起行动 黑老大带着小弟想要自首 但小弟却却掉进了前眼 说什么都不愿意 最后直接气呼呼地走了 一旁的狗头军师 以劝说周冰为借口也跟着跑了 其实狗头军师早就把钱氏红给卖了 黑大姐今晚就会将钱氏红除掉 毫不知情的钱氏红来到约定地点 邵静然和江绍威隐藏在暗处悄观察着 刑警处长程维芳也带着手下来了 双方开始缓缓地走向彼此 可就在这个时候 旁边突然出现一个黑衣人 邵静然连忙给上司打去电话 除了毫不知情的钱氏红 所有人都掏出了武器 邵静然他们掏出的是枪 而阿龙却拿出了一根钢针 由于周围的光线并不好 程维芳和邵静然都不敢轻举妄动 阿龙静悄悄地走到钱氏红背后 然后一针刺了下去 因为钢针太过锋利 很轻松地刺穿了钱氏红的身体 而钱氏红也仅仅只是感觉后背一头 等程维芳等人反应过来 想要开枪的时候 阿龙已经消失在黑暗之中 而毫无察觉的钱氏红在向前走了几步之后 才发现那根穿透身体的钢针 钱氏红的死亡 让楼上的江少威更加不敢相信任何人 于是趁着众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再次跑了 反应过来的邵静然也连忙追了出去 与此同时 肖雷根据程维芳提供的线索 带领大批警员和武警来到了红村仓库 可等他们冲进去的时候 却发现这里存放的只是红酒 仓库的消息是假的 黑老大钱氏红也被对方干掉 这让肖雷和陈维芳懊恼不已 他们现在手头的线索越来越少 现在只剩昏迷不醒的林昭蒂 和叶总会小姐林妮娜 林妮娜的男友刘正刚还没有回来 需要继续等待 而林昭蒂已经准备做手术 只要林昭蒂一醒 那假弊案将会取得重大突破 女杀手突然出现在小护士背后 解决完小护士之后 女杀手将准备好的毒药注入药品 然后推着车来到林昭蒂的病房门口 门口的警察将她拦下 开始搜查小推车 车子搜查完之后 又出来一个女警 给女杀手搜身 一套流程走完 女警亲自带着女杀手进入病房 女杀手给林昭蒂换上 装了毒药的调体 然后轻轻抚摸对方的脸颊 就在这时 刑警队长萧雷走了进来 女杀手淡定地推着车往外走 临出门时 还与萧雷对视了一眼 萧雷虽然有些奇怪 但因为急着送林昭蒂去做手术 也没再多想 等他们走到电梯口的时候 萧雷还是感觉哪里不对劲 女警这时喊了她一声 萧雷不再耽搁 直接跟随众人 将林昭蒂运上救护车 可还没走几分钟 随行的小护士 突然发现了不对劲 对呀 电视情况好像也都不对呀 让出来的情况 还好好的嘛 萧雷立马让前方警车开路 加速前往市中心医院 到了医院之后 林昭蒂第一时间 被送进抢救室 可哪里出了问题呢 小女警突然想起了那个护士 就是那个护士 给她换过一丝调频 萧雷也终于意识到哪里不对劲 但过去这么久 对方肯定早已离开 随后 隔止消息的陈维芳也来到了医院 经过医院的权力抢救之后 林昭蒂还是去领了盒饭 随后 林昭蒂和钱世红的验尸报告就出来 他们都是死于同一种毒素 氢化二甲酮 这种毒素只在前苏联等几个东欧国家合成过 主要用于各国的刺杀活动 如今林昭蒂和钱世红的线索都断了 警方只能把精力放在林妮娜身上 希望通过林妮娜找到已经潜逃的刘正刚 也不知这刘正刚怎么想的 竟然要回来接林妮娜离开 林妮娜更是没有脑子 竟当着张红霞的面大声接电话 可林妮娜不知道的是 她的一举一动都在警方的监视之中 而张红霞也不敢耽搁 立马将刘正刚回来的消息告诉了周斌 此时的周斌还不想杀死刘正刚 只是想着尽快把他们送走 可事与愿违 就在他们要离开时 警察赶了过来 周斌果断把刘正刚解决 而林妮娜则更加果断地跳水逃生 周斌无奈只能驾船离开 与此同时 邵静然再次来到钱世红的别墅 希望能找到什么线索 可线索没找到 却等来了同样来寻找线索的江少威 毫不知情的江少威 乐呵呵地刚打开门 就被邵静然拿枪顶住了脑门 然后就像大多数的气管炎一样 乖乖地跟邵静然回家 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老爷子还没休息 他是我一个朋友叫小江 伯父这么晚还没休息 不管他俩说什么 老爷子愣是一句话不说地看着他们 随后 他们就在老爷子的住室下回了房间 他们两人今晚都睡得很香 尤其是邵静然 江少威趁邵静然熟睡又悄悄溜了 而此时的邵静然还不知道 四明岛今天又来了一个大人物 这个白发老头 就是中美龄集团幕后的真正大老熊叔 年轻时加入台湾竹联邦 后来和六叔等人结拜为兄弟 成为香港黑帮中响当当的人物 熊叔来到四明岛后 先去见了老朋友六叔 想要请六叔吃个饭 缓和一下他和中美龄之间的关系 因为钱是红的死 六叔对这位老朋友并没什么好脸色 但还是答应晚上去赴宴 可六叔知道 今晚这顿饭应该是鸿门宴 为了那五千万假钞和制造假钞的技术 熊叔和中美龄就不会轻易放过他 于是六叔将藏在墙缝里的机器拿出来 并让祥宰妥善保管 随后熊叔来到中美龄的别墅 跟他交代了两件事 第一件就是卧底邵敬然的问题 熊叔表示自己会想办法利用他 暂时不需要中美龄插手 另一件事就是江少威 这个人如果不能彻底铲除 会给他们带来很大麻烦 所以中美龄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找到他 与此同时 逃出生天的林丽娜无处可去 只能回歌厅找张红霞 先是陈海生兄妹被周冰做掉 如今又是刘正刚 张红霞终于意识到周冰的狠纳 也许是出于对女人的同情 也或者是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 张红霞决定将林丽娜藏起来 没过多久 周冰就带人来到了张红霞的歌厅 林丽娜回了没有 没有 怎么 没有搞定 一个女孩子 我们怎么着 他要是被逮了 你我都得问 周冰怎么可能轻易相信张红霞的话 立马带人搜了起来 可就在他要进入林丽娜那个房间时 刑警队副队长杨亮也来到了歌舞厅 杨亮的到来 无意中就下了林丽娜 因为看到周冰等人搜过 杨亮也没再继续寻找 而杨亮之所以来歌厅 是因为现在警方剩下的线索 只有林丽娜和江绍威两人 刑警队兵分两路 杨亮主要负责寻找林丽娜 肖雷负责寻找江绍威 与此同时 雄叔来到宝龙公司之后 立马找上了邵敬然 老头子也不啰嗦 直接说出那批原油就在海关的仓库 并让邵敬然去将原油弄出来 雄叔的安排让邵敬然有点摸不着头脑 但此时又不能联系陈威方 于是邵敬然找到多次帮过自己的李永顺 因为报关单上写的是电子元件 那批原油肯定是没办法运传 李永顺怀疑这可能是一个阴谋 但具体的他也想不明白 只能让邵敬然走一步看一步 随后 邵敬然刚一来到海关 就被一群武警以涉嫌走私的名义给带走了 但邵敬然不知道的是 这群武警全是雄叔的手下 黑老大为了试探女卧底 竟让手下假扮成武警将女卧底给抓了 随后 邵敬然就被带到了一片废弃营房 假武警先是威胁式的 从屁兜里掏出手枪放在桌子上 然后假模假样地拿出几张资料 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宝龙公司很久了 今天正好查到邵敬然来走私原油 希望邵敬然老实交代 否则他将面临五到十年有期徒刑 邵敬然虽然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但为了不泄露自己的身份 表示自己只是一个小职员 公司大佬怎么说他就怎么做 如果要调查公司的走私问题 可以直接去公司抓雄叔 邵敬然你还很年轻 你不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这次把你带到这儿 就是想给你一次机会 邵敬然听了之后 表示自己是个法盲 具体的法律问题 可以去找他们公司的律师谈 就在这时 对方的手机响了 而对方在离开时 还说了一句香港人特有的脏话 也正是这句话 让邵敬然瞬间明白了对方的身份 就在对方打完电话 想要接着审的时候 外面突然来了一群武警 而这群武警正是邵敬然的上司 陈维芳安排 原来就在邵敬然被假武警带走时 暗中保护他的卧底 就将情况汇报给了陈维芳 邵敬然必须要救出来 但邵敬然的身份却不能暴露 于是就让武警以老银房维护为借口 来到了这片废弃银房 请问你们是 我们是海关基斯科的 在这出诊一个范 有证件吗 假武警默默唧唧地拿出证件 小战士看了几眼 表示要拿给领导核实一下 并向上级汇报 假武警哪还敢在这里逗留 连忙招呼手下赶紧离开 更顾不上屋里的邵敬然 就这样 邵敬然被成功救了出来 与此同时 负责调查江绍威的萧雷再次来到美发厅 萧雷通过面前的镜子 看到老板娘王许家文的包里 塞了几件男人衣服 萧雷意识到这些东西很可能是给江绍威的 果不其然 萧雷成功找到了失踪已久的江绍威 江绍威 我们终于见面了 萧雷 萧雷却不相信萧雷 就在这时 江绍威突然看了外面一眼 趁萧雷愣神的功夫 江绍威连忙跑了出去 可还没等他跑远 就遇到了同样来杀他的阿龙 而萧雷赶出来时 也看到江绍威脑袋上拖了把枪 阿龙通过江绍威的眼神 知道此处并不止他们两人 短暂的僵持之后 江绍威悄悄给萧雷打手势约定动手时机 可就在萧雷准备动手时 另一个杀手突然出现 等萧雷再想追击的时候 江绍威和两个杀手都已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黑大姐得知邵敬然的闺蜜郑菲尔 是市长的千金 同时是刑警队长萧雷的女友 因为警方封锁了全市的金融渠道 郑面临破产 如果能在此时拿下郑菲尔 那他们的假钞说不定就能运出去 于是 钟美龄通过海关的赵官长找到郑菲尔 并很快达成了合作协议 直接给郑菲尔即将倒闭的公司打入20万 对于钟美龄的帮助郑菲尔非常感激 并很快就和钟美龄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 可郑菲尔不知道 她即将落入一个无底深渊 另一边 成功逃脱的江绍威 被小弥妹许家文安排在外婆的老房子里 等安顿好之后 江绍威立马让小弥妹 去宝龙公司帮她把邵敬然找来 可此时的邵敬然在被武警救出后 突然发起了高烧 李永顺就陪邵敬然来到了医院 等李永顺去缴飞的时候 躲在暗处的小弥妹突然出现 表示江绍威现在需要她的帮助 等她打完点滴之后 可以去医院大门口找她 但邵敬然心系情郎的安全 哪里还顾得上打掉瓶 立马拔了针头找到小姑娘 与此同时 杀手阿龙来到冯燕的美发厅 并给老板娘展示了自己的绝活 老板娘虽然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但哪里见过这阵仗 没几分钟就将许家文供了出来 表示自己也不知道江绍威的行踪 应该只有许家文知道 就在这时 老情人李永顺来到了美发厅 老板娘本想让她赶紧离开 但李永顺在看到心上人受伤之后 直接冲了进来 可瞬间就被强壮的女杀手给控制住 你想干什么 你对一个女人下手 你算个屁吧 就把人冲我来 李永顺也算是宝龙公司的骨干 所以阿龙也没有为难她 表示想要的信息已经得到了 希望李永顺管住自己的女人 等阿龙一走 李永顺连忙查看心上人的脸蛋有没有刮花 并让她千万不要再管这件事 如果江绍威再来 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她 与此同时 肖雷再次来到小鱼馆 并从老板娘口中得知 小迷妹很可能就躲在她外婆的老房子里 肖雷前脚刚走 女杀手也来到了小鱼馆 老板娘也是一个奇葩 随口就将老房子的地址告诉了对方 就这样 江绍威再次成为警方和杀手争夺的交点 黑老大走私的缘由被扣在了海关 于是就找到了海关的副官长 黑老大和这个副官长已经合作多年 直接说出转运缘由的事情 可赵官长也是个老狐狸 缘由私运是犯罪行为 现在不逼一切 这个事啊 老板 听了赵官长的话 熊叔也不废话 直接拿出一张银行卡扔在桌子上 面对巨大利益的诱惑 赵官长最终表示可以试一下 但这不是熊叔要的答案 你的家在这儿 老婆孩子在这儿 你好好照顾他 赵官长明白对方这话的意思 如果办不成 那自己和家人估计都会有危险 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 赵文忠将保龙公司总资缘由的资料 全部交给妻子 让他务必藏好 为了保证万无一失 钟美林又找到郑菲尔 希望他能出面把原油从海关提出来 郑菲尔的心也是真大 明知道这是违法的事 还一口答应下来 随后 郑菲尔就找到了副官长赵文忠 但赵文忠并没有同意郑菲尔的要求 表示这批东西太过敏感 如果没有他父亲郑市长的批示 肯定不会让他提走 可赵文忠随后就帮他们把原油运了出去 而警方这边 也掌握了赵文忠和保龙集团总资的事情 于是决定先控制住赵文忠 但等警方来到海关的时候 人早就跑了 于是警方立即出动武警 封锁斯明岛所有出口 最终在火车站将赵文忠抓火 与此同时 警方已经来到江绍威的藏身之地 肖雷这次也学聪明了 他让杨亮带人上去抓人 他自己则找了个制高点观察周围的情况 但这次很不巧 江绍威正好出去了 房中除了几个泡面盒子 其他什么都没有 就在众人准备撤离时 肖雷突然发现了杀手阿龙和另一个女杀手 他立马让屋里的警员埋伏好 准备来个瓮中捉鳖 可就在这时 阿龙突然停下了脚步 身为顶级杀手的直觉告诉他 这里不安全 于是连忙联系女杀手 阿龙 赶紧撤 千万不要进院 阿龙挂了电话准备离开 却遇到了早已等候多时的肖雷 两人四目相对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可就在这时 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走了过来 这里我要吐槽一下 明明看到有人拿着枪 那个女老师还带着孩子过来 难道她的眼睛只是起装饰作用了吗 眼看孩子越走越近 肖雷和阿龙都将枪收了起来 后悔有机 就这样 阿龙在一群孩子的掩护之下再次逃脱 而引起这次事件的主人公江少威 则在马路上蹦蹦跳跳玩游戏 因为他在等少竟然 少竟然看到自己的情郎安然无事 高烧也立马退了下去 江少威表示自己在香港调查假币案的时候 知道他们内部 有一个记录假币制作流程的微型电脑 如今前世红死了 这个电脑很可能就在钟美龄的手里 于是两人决定夜探钟美龄的别墅 女卧底准备夜探黑大姐的别墅 但她还需要一个人的帮助 这个人正是六叔 看到六叔穿得这么正式 少竟然心中有些奇怪 你要去哪儿啊 去我早该去的地方 听了六叔的话 少竟然突然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六叔随后表示今晚会和熊叔见面 如果少竟然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一定要提前跟他说 少竟然略意思索 问钟美龄会不会去 是在人为 你想让他去 他就能去 六叔虽然没有明说 但他会帮少竟然把钟美龄也叫出来 当天晚上 钟美龄果然被六叔一起约了出来 而熊叔找六叔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为了他手里的五千万假币 因为这是关他们将假币运出成的计划 二就是那个记录了假币制作流程 和发行计划的微型电脑 可六叔这次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 话就两句 一 假钱我烧了 二 红尔没有给过我什么东西 听了六叔的话 熊叔也不装了 立马让手下把六叔抓了起来 直到六叔愿意交出那两样东西 可钟美龄不知道的是 邵静然和江少威已经来到了他的别墅 沙坤听到外面有动静 立马让助手出去查看 可助手刚一出去 就被邵静然给放倒了 随后 邵静然进去查探 江少威处理小助手 可没想小助手又醒了过来 江少威只能再让他睡会儿 等江少威进去的时候 邵静然已经对老头动起了手 老家伙真做假逼呢 谁做我两个搞磕 老头这话明显是忽悠鬼 这里除了实验一气 就是一答又一答的假钞 于是他们决定将这里给砸了 一顿叮叮咚咚之后 两人将这里砸了个稀巴烂 两人临走时 小助手又很没眼力见得起来了 等钟美龄回来的时候 就剩老头蹲在那里哭哭啼啼 为了不影响自己的计划 大姐将老头转移到了她的秘密基地 也就是警方一直寻找的身仓 同时被转移来的还有六叔 与此同时 刚做完坏事的邵静然两人刚一回家 就被老父亲给发现了 还没等邵静然两人解释 老父亲就表现出一副我懂的意思 赶紧催促他们两人上楼睡觉 老头的话 把两人给整不好意思了 但两人最终还是勉为其难地回了房间 并开心地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 雌雄双煞已经找到了他们 这个杀手胆子太大 竟敢在我军老干所行凶 只见杀手打开衣服拿出几根钢针 可他却犹豫了几秒 也许是觉着不太方便 于是又插了回去 重新拿出一根特殊的钢针 杀手走到门前 用钢针轻轻戳了几下打开门锁 然后用脚尖推开门 杀手环视一圈之后 拿起桌上的面包解决下早餐 为了不留下痕迹 杀手还将剩下的面包摆放整齐 然后一边吃着面包一边寻找目标 就在这时 楼上的邵静然听到了动静 连忙咬醒江少威 两人拿起枪准备下楼查看 与此同时 另一个守在门外的女杀手蹲在墙上 突然对邵静然的父亲发起攻击 老爷子当过兵也打过仗 马上意识到这是针对自己姑娘的 连忙大喊 让邵静然赶紧走 听到动静的邵静然连忙冲了出去 也正是老爷子的喊声 让邵静然躲过了阿龙的致命一击 听到老爷子喊声的 还有暗中保护的女特警 眼看老爷子马上就不行了 女特警拿枪赶了过来 女杀手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看着脑门上的枪 女杀手一点都不慌 她突然看了门口一眼 而阿龙也吃完了早餐翻墙离去 其实他们这次并不想在这里动手 因为邵静然的父亲是我军的高级将领 如果老爷子被害 势必会惹怒军方 所以他们的目的就是逼迫江少威离开着 你们快走吧 你们走了 我来报警 然然 这几天就别回来了 杀手的目的达到了 邵静然果然带着江少威跑了出去 与此同时 我在歌厅里的林妮娜耐不住寂寞 想要出去透透气 但张红霞为了自己的小命 让她哪里都不要去 可没想到对方却翻窗户跑了 林妮娜一跑 警方和周斌都得到了消息 但周斌还是晚了一步 等她赶到林妮娜楼下的时候 警方已经到了 萧雷和杨亮在柜子里 找到了躲起来的林妮娜 看到林妮娜被捕 周斌连忙开车离开 与此同时 香港探员程子坤来到斯明岛 程子坤名列上是抓捕江少威并带回香港 实则是来杀人灭口 而此时的江少威 则跟着邵静然来到了郑菲尔的公司 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邵静然只说她叫江城 要在公司待两天 请郑菲尔一定看好她 郑菲尔也没多想 立马答应下来 随后 邵静然就去见了上司陈维芳 并将中美龄别墅里找到的 新型假钞拿了出来 但却没把江少威的踪迹告诉陈维芳 等邵静然一走 一直暗中保护邵静然的师姐皇娟 就把江少威的踪迹告诉了陈维芳 考虑到郑菲尔和肖雷的特殊关系 陈维芳让肖雷亲自去抓人 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郑菲尔去找中美龄签合同时 不慎说出邵静然和江少威的消息 是我一个女朋友的男朋友 让我看着的 她叫邵静然 在你公司工作的 邵静然 那她男朋友是叫江城吗 好像是吧 随后 肖雷和杀手同时抵达郑菲尔的公司 等肖雷来到郑菲尔的办公室时 却没看到江少威 她摸了摸杯子 还是热的 说明这里刚刚有人 肖雷拿着枪搜索起来 而此时的江少威正躲在办公区 跟肖雷玩起捉迷藏 可就在她掏出枪时 这也是够业余的 很快 肖雷就找到了江少威 可就在这时 两个杀手突然出现 江少威连忙举枪 肖雷也反应了过来 杀手跑了 江少威两人又把枪口对准了彼此 双方僵持了一会 江少威选择了放弃 就这样 江少威终于被肖雷抓了回去 与此同时 程子坤正在跟局长诉苦 希望大陆警方将掌握的 江少威的资料交给她 如果不能抓住江少威 他们是不会离开大陆的 就在这时 肖雷的电话打了过来 江少威已经落网 此时正在刑警队 程先生 江少威已经被捕归案 听到这个消息 程子坤大吃一惊 她原本是想悄悄把江少威做的 但如今却落入大陆警方手里 这样他们再想动手就麻烦了 与此同时 林米娜到了刑警队后 还没等警察开口 就将自己知道的全部说了出来 其中就包括张红霞和周斌 可就在警方抓捕张红霞时 却遇到了周斌派来的杀手 经过一番激战之后 警方成功抓住了张红霞 张红霞知道周斌要杀自己灭口 这次也不再替她遮掩 直接说出周斌可能躲藏在海滨别墅 黑大姐中美玲也意识到周斌暴露 想要把她做掉 但就在阿龙两人埋伏在周斌家时 警方也赶了过来 阿龙两人连忙撤离 警方在周斌的别墅内找到了一具女尸 很可能是周斌的情妇 而周斌此时正躲在远处观察着一切 与此同时 无计可施的程子坤找到了熊叔 他表示江绍威已经落入大陆警方手中 现在并不是动手的好时机 于是想要等江绍威移交之后再动手 但熊叔却担心江绍威会得到大陆警方的帮助 于是威胁成胖子今天必须做掉江绍威 被逼无奈的程子坤决定铤而走险 在刑警队把江绍威做掉 萧雷知道江绍威可能是被冤枉了 表示需要请示上级之后 才能决定是否把人移交给他们 随后萧雷找到局长 希望能够由他们单独审问江绍威 但局长考虑到两岸关系的特殊情况 于是要求萧雷在下午三点 准时把江绍威移交给香港警方 与此同时 邵竟然得知江绍威被捕后 立马要去找上司求情 但却被师姐拦了下来 他们是警方的卧底 而江绍威则是香港警方的通缉犯 邵竟然不应该和江绍威有过多接触 邵竟然也知道师姐说的有道理 但根据他和江绍威这段时间的接触 他相信江绍威是被诬陷的 如果这个时候移交给香港警方 那江绍威很可能会被灭口 师姐有些心疼这个小师妹 于是冒着被批评的风险 将邵竟然带到了刑警队 果不其然 陈维芳把他们臭骂一顿 虽然邵竟然极力为江绍威辩解 但陈维芳还是将他的配枪和证件给没收了 并让邵竟然暂时不要参与任务 为了保护邵竟然 陈维芳直接以走私为借口 提前查封了宝龙公司 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 一是为了保护邵竟然 其次是为了刺激中美龄等人 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行动中出现破绽 眼看移交时间越来越近 萧雷单独把江绍威带了出来 江绍威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萧雷 但他如今并没有证据 除非拿到中美龄手中的那个小电脑 否则不仅他无法洗刷冤屈 就连这起假逼案都可能永远无法调查清楚 听了江绍威的话后 萧雷决定相信他 并在接下来的审讯中帮他一次 警察被带到审讯室 审讯他的人 正是曾经诬陷他走私杀人的上司 因为他们是香港警察 大陆无权对他们审问 为了江绍威的安全 刑警队长萧雷立即来到监控室 可他刚一坐下 审讯室里的另一个香港警察 就将摄像头的电线给拔了 看着眼前的情况 萧雷突然意识到不妙 立马带人把审讯室围了起来 与此同时 程子坤的手下拿出一根针短 里面装的是一种稀有毒药 只要吃了这种毒药 人的心脏会立马衰竭 并且很难查出原因 如果换成阿龙在这 肯定是直接一针短下去 然后走人 但这个胖子可能是领导当官了 废话特别多 而江绍威则趁着胖子 说废话的时候 将手铐弄松了 毫不知情的胖子说完之后 还让手下给他把烟点上 就在这时 江绍威突然起身抢走针短 并趁机劫持了程子坤 上司为了自己的小命 连忙打开审讯室的门 在一众警员的包围下 江绍威带着程子坤来到楼下 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杀手正埋伏在附近 但下面的人太多 杀手瞄了半天也没机会下手 可能是太累了 杀手还找了个人形枪托 而邵竟然也看到了下面的情报 想要下楼去救江绍威 但却被师姐给拦住了 与此同时 得知消息的程维芳也赶到了现场 并让狙击手就位 但肖雷却不同意了 因为他并不希望江绍威出事 双方就这样僵持着 大门口也围满了一群 不嫌事大的吃瓜群众 楼上的杀手也不耐烦了 因为他实在端不住枪了 阿龙突然开枪 但却只打中了地面 突然传来的枪声 把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江绍威也趁机跑了出去 而女警却趁胖子不注意的时候 将遗落在地上的针管收了起来 毫不知情的程子坤 还以为是警方开的枪 表示大陆警方不顾人质安全 他要向上级投诉肖雷他们 但肖雷却根本不把这个胖子放在眼里 立即带人去追捕江绍威 可他们身处闹事 周围全是密密麻麻的老百姓 想要找到江绍威 无疑是大喊嗷针 而绍竟然也摆脱了师姐 前去寻找江绍威 可第一个找到江绍威的 却是杀手阿龙 阿龙没有胖子那么多废话 拿出钢针直接捅进江绍威的胸口 因为周围人太多 阿龙不坐停留转身离开 而江绍威胸前的衣服迅速被鲜血染红 他看着胸前的钢针愣了几秒 然后步履蹒跚地离开了现场 因为江绍威的逃跑 肖雷被局长停了职 但这一切都是做给程子坤看的 原来局长早就和程绍威方商量好了 把肖雷踢出专案组 是为了让他更自由地去调查假币案 但肖雷的首要任务 是尽快找到逃脱的江绍威 与此同时 身心俱疲的邵敬然刚一回家 就发现浑身是血的江绍威躺在门口 女人连忙把老父亲一起把江绍威抬到床上 邵敬然的父亲是一名军人 并且打过仗 他帮江绍威检查了 钢针并没有伤到器官 只是肌肉的贯穿伤 看到自己心爱的女人 江绍威的精神也好了很多 还躺在床上和邵敬然开玩笑 虽然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但钢针插在那还是挺影响美观的 于是邵敬然的父亲拿出了杀手锏 正是邵敬然母亲十几年前 当护士时用过的急救用品 这还是你妈妈 当年在医院当护士的时候留下的 那都多少年了还能用吗 十七八年了 这可把江绍威吓了一跳 别杀手没弄死自己 结果被未来老丈人给坑死 老爷子连忙让他不要担心 保证死不了 我看 干脆咬咬牙 拿出来 拿出来 江绍威又是一愣 但现在不是在医院 只能是硬拔了 江绍威让邵敬然放心拔 这点小伤他根本不放在心里 邵敬然也不废话 握住钢针直接抽了出来 与此同时 陈维芳找到被停职的萧雷 表示这次停职 只是做给香港的陈子坤看了 实则是为了让他可以自由调查贾立案 陈维芳同时将邵敬然的身份 也告诉了萧雷 现在邵敬然的身份已经暴露 而江绍威和邵敬然的关系不一般 所以他很可能就在邵敬然家 随后 萧雷和黄娟一起来到邵敬然家 邵敬然的父亲并不知道萧雷他们的身份 说什么也不让萧雷进去 萧雷没办法 只能在楼下大喊 楼上的江绍威听到后 立马让邵敬然把他们带上来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两个杀手也来到了附近 他们知道这次行动危险万分 于是阿龙让阿珍回去通知大姐 但阿珍却执意要留下 阿龙无奈 让阿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等他回来之后再说 与此同时 萧雷见到了躺在床上的江绍威 也看到了那根钢针 这和杀死前世红的钢针一模一样 萧雷表示这里非常危险 对方随时都会找到这里 随后 萧雷将他们带到乡下老家 而女杀手也悄悄跟了过来 把江绍威安顿好之后 萧雷告诉邵敬然陈威方要见他 让他现在就跟自己回去 邵敬然虽然担心江绍威 但考虑到这里有师姐保护 邵敬然最终还是决定去见上司 与此同时 为了拿回六叔手里的五千万假钞 和那台微型电脑 熊叔请六叔吃大餐 这两个老头年轻时 都是香港黑道响当当的大人物 但如今因为走私假逼的事情 让两人走到了对立面 熊叔想要通过手里的假钞 控制整个大陆的经济 而六叔虽然是混社会的 但却不愿自己的祖国受到伤害 坚决不交出被他藏起来的五千万 和记录假钞制作流程的微型电脑 并趁熊叔不注意的时候 把准备好的毒药放入自己的酒杯之中 毫不知情的熊叔说起了他们曾经的过去 希望打感情牌 让六叔把东西交出来 但还没等他说完 六叔就快不行了 熊叔立马反应过来 他以为六叔也给自己下了 开始对着六叔拳打脚踢 却没想六叔还没死透 毕竟是四十多年的生死兄弟 虽然两人理念不同 但也不会对他下手 他这么做的目的 只是为了把秘密彻底带走 明白过来的熊叔悔恨不已 也逐渐生出退隐之心 与此同时 邵竟然跟随肖雷参加了案情汇报 并当着所有常委的面 保证会在规定时间内找到所有假钞 和记录假钞制作工艺的电脑 可就在他想要返回去找江绍威的时候 却被上司程维方扣下并关了禁闭 另一边的钟美林在和阿龙商量之后 决定让阿龙和阿珍尽快把江绍威除掉 但他怀疑李永顺也是警方的人 于是就让程子坤想办法试探下 而此时的李永顺 已经接到香港连政公署发来的邮件 香港警方查到程子坤涉嫌杀人 让李永顺和大陆公安合作 尽快将程子坤引渡回来 就在这时 李永顺接到了大姐钟美林的电话 约她去酒店商量保证公司的善后事宜 可等李永顺来到酒店的时候 却发现等她的人是程子坤 程子坤询问李永顺之前的履历 都被他一一应付过去 但他知道钟美林已经开始怀疑自己了 于是连忙去找程维方商量对策 而跟踪李永顺的程子坤手下 也被埋伏的警员拿下 与此同时 心有不甘的周斌悄悄来到深仓 并在仓库中发现大量新式假钞 周斌刚想带走假钞的时候 却被熊叔的手下阿南发现 虽然周斌放了狠话 但还是乖乖束手就擒 此时的熊叔还沉浸在六叔死亡的痛苦之中 并不想管这些小事 于是就让钟美林自己解决 可熊叔没想到的是 正是自己的这一决定 让他去和六叔做了伴 警方要请黑老大去刑警队喝茶 黑老大表示要去拿件衣服 实则是去销毁证据 可就在这时 黑大姐安排的杀手来了 原来就在不久前 黑大姐曾和熊叔聊过他们走私的假逼 但熊叔因为老兄弟的自杀 心中萌生了退隐的念头 这让黑大姐钟美林很不满意 于是找到被关起来的周斌 想要跟他作笔交易 周斌瞬间明白了 这个狠毒的娘们是让他把熊叔做的 于是周斌来到保龙公司车库 通过车库后面的密码 悄悄来到总经理办公室 而毫不知情的熊叔正在屋里销毁证据 周斌用力敲了敲门框 熊叔听到动静铁了一眼 瞬间明白是怎么回事 突然响起了枪声 把在外面等待的杨亮吓了一跳 等他赶到办公室的时候 发现熊叔已经领了盒饭 与此同时 女杀手想要趁萧雷和邵竟然不在 把江少威给做掉 可就在他准备行动的时候 不慎把手机落在了一边 而阿龙虽然也到了附近 但却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女杀手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 这让阿龙有了不好的预感 就在这时 萧雷骑着摩托车呼啸而过 阿龙立马抢了一辆车跟了上去 而女杀手也找到了 帮萧雷藏人的老头 让他说出江少威的下落 可老头却非常淡定 一边抽着烟一边 让他赶紧滚蛋 女杀手不想跟老头啰嗦 拿出钢丝想要给老头上点心 千钧一发之际 黄娟突然出手了 但黄娟因为曾经受过重伤 右手已被截肢 所以根本不是阿真的对手 枪也被对方踢到一边 打伤黄娟之后 女杀手又盯上了老头 而萧雷也在这个时候到了 就在他想要拿枪的时候 才想起自己被停滞后 枪已经上交 黄娟用眼神示意拿自己的枪 然后拿出手机假装开枪 吸引杀手的注意 黄娟当场牺牲 萧雷连忙问老爷子江少威的去向 老爷子说知道杀手要来 他早就让江少威跑了 而女杀手拼尽最后的力气 捡起黄娟的手机 给阿龙打了个电话 表示这里是陷阱 让他千万不要来 最后告诉他杀自己的人是刑警队长萧雷 女杀手说完之后也咽了气 青梅竹马的死亡 彻底激怒了阿龙 他发誓要亲手为阿珍报仇 随后 得到消息的陈维芳也赶到了现场 黄娟的牺牲 让陈维芳非常自责 黄娟原本因为负伤已经退役 但因为案件的需要 陈维芳又把他叫了回来 他暗暗发誓要将所有罪犯绳之以法 女特警和女杀手同归于境 证人江少威再次失踪 现在能找到江少威的 只有正在关禁闭的女警邵敬然 于是 陈维芳再次找到邵敬然 让他无论如何找到江少威 江少威并不相信警方 而邵敬然之前又被关了禁闭 所以江少威现在能找的人只有李永顺 果不其然 此时的江少威正在李永顺家中 而李永顺这次也不再隐瞒 直接拿出了自己的香港警察证 我是廉政公署探员 证明李荣发 他这次来宝龙公司就是调查假币案的 但现在他的任务是逮捕程子坤 只要程子坤落网 江少威的冤屈就可以洗清 所以他希望江少威跟他一起回香港 但江少威并不相信香港警方 表示要在大陆彻底调查清楚后再回香港 就在这时 邵竟然找了过来 与此同时 钟美龄找到程子坤 表示现在江少威很可能躲在李永顺家中 让他必须在离开之前除掉江少威 如果江少威成功回到香港 那他程子坤绝对不会有好日子过 另一边 警方发现雄叔被杀陷场里留下的指纹 正是前世红小弟周冰的 于是立即下达周冰的通缉令 而此时的周冰为了寻找江少威 来到了江少威曾经住过的小旅馆 并绑架了前来采访的记者李飞 和许家文一家 李飞而趁周冰不注意 拿出手机给杨亮发了消息 刑警队得知消息之后 立马全员出动 将小旅馆彻底封锁 外面的警笛声惊动了里面的周冰 双方开始僵持起来 警方在外面喊了一个多小时 但并没什么求用 杨亮心系自己的小女友 赤手空拳冲了进去 表示用自己换三个女人 但周冰却不吃这一套 让我啥呀 你在这儿困了几十年 什么阵仗没见过 我干心情也十几年了 我什么阵仗没见过 就在这时 悄悄前进来的萧雷 故意发出动静 周冰的目光被吸引了过去 杨亮趁机夺枪 双方拉扯之际 杨亮的手臂中了一枪 萧雷也趁机打伤周冰 周冰终于被警方抓获 但周冰是个老油条 进出橘子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 不管警方怎么问 周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 就在警方无计可施的时候 陈维芳想到了一个人 那就是在劳改农场干活的张红霞 他和周冰十几年的交情 很可能知道周冰的一些秘密 我不其然 周冰虽然是个孤儿 但却有一个瘫痪在床的养女 周冰是一个大孝子 不仅给老母亲请了护工 更是每月暗时探望 随后 警方就将周冰的养女接了过来 看到老母亲的一刻 周冰终于绷不住了 周冰终于答应帮助警方去伸仓 而此时的钟美龄 却还不知周冰已经叛命 这是八十年代四明岛式的地图 这个城市在五六十年代 备战备荒的时候 挖过很多防空洞 四明岛位于福建省 五六十年代备战备荒的时候 四明岛曾经挖过很多防空洞 小的能藏几百人 大的能装的下飞机 只要找到正确的路径 就可以将假钞直接运出城 但地下防空洞四通八达 如果没有地图 就算他们找一年 都不一定找到正确的出口 所以他们需要 那个年代的军事地图 于是 钟美龄找到了傻白田正飞儿 钟美龄刚开始 并没有直接说走防空洞 只是让正飞儿帮忙想想办法 却没想到正飞儿 自己提起了防空洞 一看这个傻妞这么上门 钟美龄趁机提出 让她寻找地图 我怎么有点怕 我是不是犯法了 这个傻妞终于意识到 自己犯法 可还没等她细想 钟美龄又给她画起了大名 承诺事成之后 给她公司投资两千万 在巨额大饼的诱惑下 正飞儿立即想起一个人 那就是闺蜜邵敬然的父亲 邵敬然的父亲 是我军高级将领 说不定老爷子就有地图 随后 正飞儿就来到邵敬然家 他借口找邵敬然借书 在书柜中翻找起来 老爷子刚开始并未多想 但看到正飞儿鬼鬼祟祟 将地图收起来之后 老爷子立马意识到有问题 但邵敬然一时联系不上 只能等女儿回来再说 与此同时 埋伏在李永顺家楼下的程子坤 正巧遇到了外出的 邵敬然和江少威 程子坤是个老油条 让小弟先动手 却没想对方有两个主角光环 胖子被吓坏了 立马驾车离开 李永顺也开车追了上去 很快就追到了码头 正巧遇到了顺子的前女友冯燕 但李永顺顾不上 和老情人谈情说爱 立马向程子坤追去 冯燕担心李永顺出事 连忙抱着孩子也追了过来 可孩子的哭声影响了李永顺 就在李永顺分神的一煞呢 程子坤趁机开枪 程子坤被当场击毙 但李永顺也已经不行了 就在这时 冯燕告诉李永顺 他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 之前一直没告诉他 是因为弃他的不告而别 虽然医生尽全力抢救 但李永顺最终因为伤势过重牺牲 与此同时 邵敬然和江少威刚一回家 老爷子就将郑菲尔偷地图的事情 告诉了他 邵敬然立马意识到不妙 老爷子表示自己参与过防空洞的建设 明天一早就带他们去找最大的洞口 当天晚上 老爷子拿出自己珍藏的火枪 准备明天和走私贩们来场大战 黑大姐生产了两个亿的假币 但所有出城的道路都被封锁 于是她通过傻白田郑菲尔 偷盗了我军五十年代的人房图 里面详细记载了整个城市的防空洞线路 为了感谢郑菲尔的帮助 钟美龄大方地给了她三千万假币 看着眼前这些钱 郑菲尔这个大傻妞还一口一个感谢 连钟美龄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可郑菲尔不知道的是 警方早已研究出检验假钞的验钞机 这些假币现在给人擦屁股都不会用了 随后钟美龄在电视上 也看到警方研制出了新型验钞机 那他们制造的新假币也变成了废纸 这让钟美龄坐不住了 转头痛骂起沙昆 沙昆也不生气 表示熊叔死了之后 他也不想再做了 那你就死去吧 钟美龄说完转身就走 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那就是安排假钞出城 新假钞虽然在斯明岛用不了 但在别的城市却可以放心使用 就在这时 沙昆也走了出来 表示现在大局已定 他要去会会老朋友 很快 沙昆就来到李天华家 李天华早就猜到老同学要来 立马邀请他进屋喝茶 但沙昆却不是来喝茶的 而是想要一个答案 你是用什么方法验出了我那个假病 信念 信念 在我几乎绝望的时候 信念支撑着我 听了李天华的话后 沙昆仿佛想明白了什么 跟老朋友告别之后 独自来到海边 静悄悄地结束了自己传奇跌宕不堪的一生 随后 警方在周冰的带领下 来到了传说中的身仓 就在他们要行动的时候 原本在医院养伤的杨亮也赶了过来 正在搬运假钞和原油的走私贩满 很快就发现了警方 留守的阿南站在最后的大门口 对着警察就是一梭子 因为担心原油爆炸 警方不敢轻易开枪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杨亮想到了好办法 警员推来大量铁桶吸引阿南的注意 杨亮则悄悄摸到大门附近 就在阿南检查铁桶的时候 杨亮突然出现 把枪发现 杨亮从阿南口袋里 找到了李小飞被抢走的资料 而肖磊等人也放松下来 就在杨亮拿着录像带向女友邀功的时候 还没死透的阿南又爬了起来 阿南被击毙之后 杨亮又向前走了几步 但最终还是倒了下去 这次虽然打掉了身仓 但杨亮却牺牲了 并且钟美龄已经将大量的假钞运了出去 警方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找到假钞的下落 与此同时 老爷子带着邵敬然 和江绍威来到了防空洞最大的洞口 面对接下来的大战 老爷子不仅拿出自己收藏的宝贝疙瘩 更是换上战袍 这可把姑娘和准姑爷给吓找了 随后 老爷子就带着他们找到了洞口 三人立即拿出手电准备战斗 防空洞内漆黑一片 已经几十年没人来过 但好在里面的线路没什么问题 和尚电闸洞内瞬间亮了起来 这个够大的 能住不上人吗 要的战灯打起来 这里能容纳全市的居民 整个防空洞有大大小小146个出口 可以通向城市各个角落 甚至是直接出城 能走卡车的一共有两个洞 他们前面那个就是其中之一 钟美龄想要运输大量假币的话 就必须要用汽车 于是他们先从第一个开始查 我不欺然 这里停着一辆大卡车 车子上并没有多少灰尘 应该是刚进来没多久 邵静然和江绍威立马到后面查看 他们打开其中一个箱子 里面是整整齐齐马放好的假钞 邵静然连忙拿出相机拍摄证据 他们认为对方应该很快就会回来 现在必须要将消息告诉警方 但他们都没有手机 于是邵静然决定自己留下 老爷子和江绍威到上面给陈威方打电话 但江绍威表示下面太危险 要留下陪邵静然 让老爷子自己上去打电话 这可把老爷子给气坏了 你们去打电话 这里给我留去 不就守着破车吗 爸爸你年纪大了 再说这杆老破枪 老爷子表示当年打仗的时候 就算没有枪 一样能战斗 更别提现在这些小卡拉 在老爷子的坚持下 邵静然和江绍威只能无奈去打电话 果不其然 就在邵静然打电话的时候 对方来了四个人 老爷子听到动静立马藏到一边 狗头军师看了一眼车上的箱子 突然发现了不对劲 箱子明显被人打开过 里面的钱也被动了 就在他们想要转移的时候 老爷子出场了 狗头军师还想掏枪 却被老爷子的气势给震慑住 没过多久 萧雷带着大批警员赶到 将满满一卡车的假钞搅和 并抓到了狗头军师 与此同时 邵静然并没有听从程维方的命令 把江绍威带回去 而是拉着江绍威去了六叔的墓地 六叔失踪之后 响仔唯一能来的地方只有这里 你怎么知道响仔会来这儿 看看这儿干净的 一定有人来过 按照六叔谨慎的性格 他肯定会在自己出事前 将所有事情都安排好 邵静然猜得没错 没过多久 响仔真的来到墓地 六叔有没有交给你什么东西 六叔说 除非你来这儿 不然不能给你 然姐 你是警察吗 原来六叔早已猜到邵静然的身份 并算准了一切 虽然他们拿到了电脑 但里面却设置了密码 就在两人专心导布电脑的时候 响仔拿出一把铲子 插在六叔坟头 等邵静然回过神来时 响仔早已离开 看着响仔插在六叔坟头的铲子 邵静然想起六叔曾经对他说过的话 让他以后一定多来看看自己 棺材 棺材 棺材有问题 六叔不在里面 我不其然 棺材里面塞满了假钞 而这就是钟美龄等人 一直寻找的五千万假钞 邵静然从里面拿了两打假钞回去汇报 江少威则带着电脑去找许家文破译密码 两人约定在许家文外婆的老房子见面 与此同时 萧雷正在突审狗头军师 到了如今这个地步 狗头军师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钟美龄将运输假币的任务交给他们之后 就带着阿龙离开了 他们也不知道钟美龄在哪 其次 六叔手里的五千万他们也不知道下落 但陈海生兄妹那三千万 钟美龄送给了一个人 给谁了 郑菲儿 一听这话 萧雷脸色立马就变了 郑菲儿不仅是郑市长的女儿 更是他的女友 而此时的郑菲儿 正准备把那批假币买起来 可就在他挖坑的时候 突然挖出了一个罐子 里面装的正是他和萧雷的美好过去 郑菲儿愣了几秒之后 亲手将那份过去撕碎 把沾满血腥的假钞埋在玻璃瓶的位置 随后 萧雷找到郑菲儿 让他将钟美龄给他的假币交出来 现在回头一切都还来得及 但郑菲儿却死不承认 表示自己根本没见过什么假币 如果萧雷不信 可以亲手把他抓回去审问 面对不知好歹的郑菲儿 萧雷也不想再多说 直接转身离开 与此同时 邵竟然将找到的假钞交给了陈维芳 表示这就是六叔手里的五千万假钞 陈维芳立马让手下去坟场 把假钞运到局里 随后 陈维芳又问起江绍威和电脑的事情 邵竟然也没有隐瞒 表示电脑正在江绍威的手中 现在江绍威正在找人破译密码 这可把陈维芳气坏了 二话不说的又把邵竟然关了禁闭 另一边的江绍威 也已经联系了许家文 让他来老房子这里破解密码 可就在许家文出门的时候 杀手阿龙悄悄跟了上去 并成功找到了江绍威和电脑 男警察刚要破解黑大姐的微型电脑 就被黑大姐派来的杀手找到 其实电脑根本就不是你 江绍威想要拿枪 却没想人家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 因为她的钢针比枪还快 阿龙也不废话 让他们把电脑交出来 否则许家文的脑袋上就要多几个洞 为了小弥媚的安全 江绍威只能将电脑交给阿龙 阿龙这次来的目的不仅仅是电脑 还要把江绍威也带回去 大姐对她很感兴趣 弄伤了自己的手 她这么做的目的 是为了给邵敬然留下追踪的线索 而此时的邵敬然还被上司关着禁闭 刑警队的其他警员有点看不下去 连忙去给处长说好话 陈维芳此时也冷静下来 她来到禁闭室 询问江绍威到底在哪 但邵敬然已经得了恋爱脑 不管陈维芳怎么问 她都不肯说 更和陈维芳耍起了脾气 陈维芳无奈 只能同意邵敬然去找江绍威 但必须天黑前回来 并将自己的秘密武器交给邵敬然 加拿大新产的克劳斯手枪 可以精准定位百发百中 随后 邵敬然就来到了约定地点 但却在地上发现了一滩血迹 她突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立马拿出手枪 桌上的泡面还冒着热气 江绍威的枪也放在桌子上 地上还有更大一滩血迹 邵敬然立马顺着血迹开始追踪起来 与此同时 江绍威和钟美龄终于见面了 这是他们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我们真是有缘分 只可惜这个缘分 是一辈子只见这一次面 钟美龄之所以想要见她 是非常好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会这么执着地要抓她 并且就像打不死的小强 总也弄不死 钟美龄 你知道我为什么想见你吗 为什么 很快你就会知道 听了江绍威的话 钟美龄有点心虚了 而她不知道的是 邵敬然已经循着江绍威的血迹 接近他们的藏身之处 警方缴获了将近两个亿的假币 市长高兴地要给他们庆功 很大一部分旧假币 我藏在你女儿那 市长一听这话 立马不淡定了 我女儿 不可能不可能 陈维芳表示 郑菲尔近期与黑大姐钟美龄有金融往来 钟美龄最后一次运输假币所用的防空洞军事图 也是郑菲尔偷的 钟美龄在得到地图之后 将三千万假钞给了郑菲尔 现在已经到了收网的时候 所以在行动前来听一听郑市长的意见 作为一名父亲 他想保护自己的女儿 但他作为市长 他的选择只有一个 于是他要求警方放手去做 只希望不要太为难他 随后 警方来到郑菲尔的公司 面对警方的搜查 郑菲尔一点都不担心 因为他早已将假钞买了起来 所以警方什么都没搜到 可还没等郑菲尔得意几秒 萧雷拿着假钞出现了 原来就在警方搜查的时候 萧雷来到了他和郑菲尔定情之地 在买许愿瓶的地方 发现了郑菲尔的假钞 如今人赃并获 郑菲尔只能束手就擒 与此同时 钟美林在得知假钞被警方全部截获之后 也准备离开大陆 其实那些假钞对他来说并不重要 那只是他用来吸引警方注意力 以便自己撤离的 但没想警方的速度这么快 于是 他将记录假钞制作流程的电脑交给阿龙 让他先走 现在自己的通缉令贴满大街小巷 而警方并没有阿龙的照片 阿龙逃走的可能性更大 只要阿龙拿着电脑成功逃脱 就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此话一出 可把阿龙给感动坏了 就差抱着钟美林哭了 但等阿龙刚一走 房间中突然又出现一个男人 大姐 传救在地下 阿龙带你手 一旁的江绍威 也差点被这个坏女人给骗了 钟美林 你连自家兄弟都出门 江绍威还有一点不明白的 就是电脑那么重要 为什么还要交给阿龙 也许是感觉自己可以成功逃脱 钟美林的话变得特别多 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企业家 但不知道他是哈佛大学物理系毕业 沙昆研究贾币的五年时间里 他几乎一直陪在沙昆身边 贾超的所有制作工艺和流程 早已刻在他的脑子里 之所以拿回那个电脑 就是为了最后吸引警方的注意力 钟美林解释完之后 把一个打开保险的手雷 放到江绍威的手中 然后带着手下前往下面的码头 而此时的邵竟然也来到这里 黑大姐把一个拉掉保险的手雷 塞到男人手里 一定要站紧了 看你能坚持多久 钟美林撂下一句狠话之后 立马带着手下前往码头 钟美林刚走没多久 邵竟然沿着江绍威一路留下的血迹 找到了这里 邵竟然将手铐解开之后 用发卡代替手雷的保险 连忙和江绍威一起去追钟美林 并让许家文通知警方 与此同时 钟美林已经登上渔船 他们的目标是前面的海警机司船 当然不是真的机司船 是钟美林为了逃命特意伪装的 就在这时 邵竟然和江绍威也赶了过来 但邵竟然却一直没有开枪 一旁的江绍威急地拿出那颗手雷就丢了出去 而江绍威的臂力和准头也是惊人 隔着这么远 都能成功扔到船上 但江绍威却忘记打开保险 看着钟美林得意的表情 邵竟然决定开启手枪的锁定功能 这把枪是上司给他的加拿大新产品 连续激发十次可以锁定目标 随着爆炸声的响起 黑大姐钟美林终于命丧大海岭和饭 与此同时 阿龙也来到和周斌的约定地点 看着坐在一旁的渔民 阿龙意识到不妙 大姐呢 大姐不来了 周斌也没追问 就让阿龙先下来 但阿龙却让他们先上来 萧雷知道被对方发现 也不废话 两人都很有默契地卸下所有武器 准备来一场男人间的对决 可就在这时 地旁的周斌掏出枪指向阿龙 萧雷看到后 立马掏出屁兜里藏的枪指向周斌 两人几乎同时开枪 阿龙背部中枪 周斌手臂也挨了萧雷一枪 萧雷让周斌赶紧放下枪 否则他这次回去可是要判死刑 原来周斌这么做 是为了给死去的大哥前世红报仇 周斌说完就去领了盒饭 而阿龙也知道大事已去 将手中的电脑交给了萧雷 至此 假避案所有罪犯都已复返 七日封锁的时间也到了 市长宣布解除封锁 恢复权势的正常金融流通 警方随后也将缴获的假钞全部封锁 而江少威在恢复身份之后 又重新回到斯明岛 和邵竟然过起了没羞没臊的生活 好了本剧到此结束 喜欢的老铁 帮忙点赞关注转发 我们下部剧再见